原本这是一个充满灵气的修仙界 却不料因为一场魔界与修仙界的世纪大战 导致所有宗门被毁 修仙者死伤殆尽 由此导致整个世界发生改变 修仙者再也不复存在 而是出现一种名为念力的东西 从而发展成由念力主导的魔法世界 而我们的男主在洞穴里修炼了五千年 出关之时发现一切都变了 竟然成为了最后的修仙者 但也代表着那些封印了千年的修仙宝物都将属于他 他将碾压整个世界 击杀哥布林提升实力 走着走着突然听到一人哼的小曲走了出来 众人疑惑地看着 男主表示我只是接受了村长的委托过来清剿魔兽 众人打量着此人 此人一身变装毫无任何装备 一个普通人也想杀魔兽 另一人则拿着一个仪器测量了下他的念力值 却发现念力为零 在他们看来念力为零就只是个普通人 不可能击杀得了魔兽 男主是修仙出生自然搞不懂这念力是什么 其实的魔法是解释道 人类靠念力来打败魔兽 等级也分为S、A、B、C、D 第几个等级 虽然几人极力让男人赶紧回去 但是男主却完全不想理会重要 直接向森林深处走去 为首的魔法师见状也没办法 我们这次接的是丝活不移声张 就算带一个普通人也没问题 就这样 小队的一群人使用各种念力攻击 各种小怪都被清理得一干二净 随着他们往深处慢慢走去 一个废墟映入眼帘地出现在他们面前 众人疑惑地看着 突然一股气息出现 魔法师转头一看 竟然是一个带着王冠的巨人戈布林 当一个修行五千年的修仙者 遇到魔法世界低戈布林大王会如何 此时小队的一群人 看着这个巨大无比的戈布林 一时搞不清状况 其中一人突然作死地走上前去 男人看了看这个一动不动的巨人戈布林 并没有察觉到任何的危险 而是不停地拿手指去搓他 男子见此没反应 还以为是一具尸体 殊不知他犯了大错 身后低戈布林突然睁眼 还不等反应 一瞬间的时间直接一箭砍了过去 男人身体都没反应过来 带右臂直接被砍掉后才发出痛苦的惨叫 男人缓缓地看去 一个巨大低戈布林直接站了起来 下一秒一声怒吼发出 两个一级战士直接被吓晕了过去 魔法师立马上来查看情况 确认无碍后独自挡在了男主的面前 毕竟在他眼里男主只是个普通人 面对三阶的魔兽 魔法师丝毫没有退缩 直接举起法杖 直接释放出一只水精灵向前飞去 殊不知戈布林一巴掌就将水精灵打散 魔法师一脸震惊 戈布林却不给任何喘息的机会 直接一拳打了过来 魔法师立马展开水之屏障 本以为受到那一拳的攻击 可以安然抗住 却不料还是受了重伤 看着不断逼近低戈布林 脸上慢慢露出绝望的表情 情报上说这里只有一戒魔兽 怎么会有三戒的 而且三戒的魔兽需要C级念力者才能对抗 可是我们这边两个一级晕倒了 我也受了重伤 难道今天我就要命丧于此了吗 就在这种危难之际 魔法师还在为拖累了一个普通人而惋惜 戈布林随即一脸砍了过来 魔法师闭上眼睛迎接着死亡的到来 却不料下一秒 魔法师却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魔法师慢慢睁开眼睛 赫然发现那个普通人竟然挡在他面前 而且只用了两个手指 就挡住了三戒戈布林的攻击 而且戈布林用尽力气 也没将手中的剑撼动半分 魔法师震惊得久久不能回神 随即男主说道 你还可以动吗 可以动的话 麻烦你退远点 我出手怕殃及到你 一个修炼五千年的修仙者 在魔法世界到底有多强 紧紧一击就将让众人顶礼膜拜 此时男主为了不让自己的招数 殃及到魔法师 立马让其躲远点 男主见魔法师已经躲好 两根手指上的气息变得无比强大 一股闪电出现在手中 戈布林大王此时已经开始慌了 随之天空中瞬间乌云密布 一股强力的闪电汇聚上空 男主大声喊道 天雷影从空中直接落下无数闪电 直接劈在戈布林身上 随着一阵阵惨叫声 魔法师看着此等场景已经目瞪口袋 心中不由猜测 他竟然可以引动天雷 他是魔法师吗 过了一阵后 魔法师也慢慢地走了出来 看着已经被劈得冒烟低戈布林 心中还是久久没有回神 不过像这么强的魔法师 已经多少年没有出现过 心中猜测到 听父亲说过 他有可能是将念力隐藏到最低 施展的时候又将念力最大化的那种人 他很有可能就是那种人 时间来到清晨 男主使用灵力将其他两人治疗好 随着两人的苏醒 看到倒在地上的戈布林大王也是震惊不已 虽然两人还是有所怀疑 不过在魔法师坚定的肯定下 两人也打消了疑虑 而且魔法师很肯定 他绝对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高手 两人互相搀扶着来到男主面前 询问战利品分配的问题 男主毫不忌讳地表示 战利品我全都要 两人见此也只能苦苦哀求 毕竟忙活了一晚上还丢了一个手臂 最终男主丢出两个戈布林的指甲给他们 算是对他们的补偿 虽然两人还是想得到更多 但是也无济于事了 过了一阵后 男主将所有的战利品全部打包好 就此准备告别众人 虽然魔法师很是不舍 但也没什么东西可以留住他 其中一人还在背后吐槽 这家伙实在太抠门了 不过另一人马上要他闭嘴 小声地表示 还有一个最值钱的他没有带走 那个三阶戈布林 应该就是悬赏令上的那只戈布林酋长 拿去费罗城可以换很多钱 他们怎么都没想到 两人之间的悄悄话 却被男主听得一清二楚 一脸坏笑地表示 那东西能换钱 这个男人真是太爽 经过五千年的转变 所有人都对修仙界的宝物都不认识 只要慢慢探索 所有的修仙宝物都将属于男人 自男主将尸体拖回去后 经过商铺老板的一顿清点 最终拿出1300灵珠摆在众人面前 满满一箱的灵珠 男主看着若有所思 男主马上感受到 这个灵珠跟修仙界的灵石一模一样 这样下去对我修炼也是有帮助的 拿着奖励的男主 看了看呆目的两人也是一阵无语 随即丢出一袋灵珠给他们 这三十灵石就归你们了 拿去好好养伤吧 两人见此两眼泛起了金光 还以为这次什么都拿不到 就在男主再次准备离去时 魔法师终于鼓起勇气地问道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 男主说道 我叫中天顺 夜晚 温泉旅馆内 中天顺泡着温泉 拿出昨天的战利品玉佩丑了丑 昨天经过我的攻击 这个玉佩竟然毫发无损 而且这玉佩上有着一股修仙界的气息 应该是个好东西 过了一阵后 男主直接在温泉池里睡着了 却不知身上的玉佩发出的光亮越来越亮 突然从温泉池里冒出一个 有着狐狸耳朵和尾巴的名字 五千年了终于出来了 狐狸女看着这个将她唤醒的男人 心中不由地激动起来 这个男人身上的灵力实在是太聪明了 饮得狐狸女口水都要流下来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客气了 随即就一口亲在男主嘴上 随着灵力的灌输 狐狸女感受到整个身体无比的奇妙 实在太舒服了 就在狐狸女还沉浸在奇妙感觉时 钟天顺突然睁开了双眼 狐狸女立马脸色一红 马上拉开了距离 得知狐狸女是从玉佩里出来的后 心中若有所思 不过狐狸女此时才发现 这个男人长得如此俊俏 身材也是如此的诱人 脸色瞬间娇羞了起来 不过为了确保这个男人是否有实力 狐狸女直接施展了魅惑之术测试男人 经过一股粉色的气体散开 两个身材性感的黑丝美女赫然出现在钟天顺面前 下一秒两个黑丝美女就主动地缠绕在钟天顺两边 准备给她来的贴天沐浴 狐狸女站在一旁思索着 如果这人连这关都过不去 那我估计也只能再次沉睡下去了 突然钟天顺一股犀利的眼神看过来 狐狸女一惊 难道从一开始她就没受到捕惑 钟天顺淡淡地表示 你玩够了吗 如果有一个漂亮的气灵要主动献身给你 你会不会成绩拿下她 此时赤身裸体的钟天顺看着这个狐狸女一脸猛逼 而狐狸女却盯着那个耀眼的地方久久不能自拔 而钟天顺此时也感觉的确有点凉硬 过了一阵后 钟天顺才猜到此女就是这个玉佩的气灵 狐狸女解释道 我的确是上古狐佩 经过上千年的修行最终化为人形 由于世界受到魔气的影响 使得我也不得不陷入长眠 我本以为会一直长眠下去 却没想到遇到了你 刚才的魅惑也只是为了测试你得实力 你应该是修仙者吧 钟天顺很肯定地承认了 但是让女子感到疑惑 明明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修仙者了 在5000年前修仙者与魔界展开一场世纪大战 所有的修仙者和宗门都被毁灭殆尽 5000年后 由于世界受到魔气的影响 修仙者早已不复存在 也被世人逐渐遗忘 取而代之的是各式各样的种子 比如蛇人族 心灵族 魅魔族等等几十种 而我在沉睡的这5000年中 也再也没感受到过修仙者的存在 直到今天 狐狸女很是疑惑 为什么过了5000年你会出现在这 此话问的钟天顺也是头大 因为自出关后 她很多记忆就想不起来了 狐狸女也是贴心地安慰着钟天顺 不过作为气灵 是需要持气人提供灵力才可以 要不然永远无法突破 只能再次沉睡了下去 狐狸女随即抛出橄榄枝 让我跟随你吧 我可以帮你赶制上古神器的存在 钟天顺想都没想就直接答应了 狐狸女一脸意外 没想到会答应得这么干脆 我可是要负在你身上 吸收你的灵力存活的 难道你不想再提点其他的要求 比如我的身体之类的 钟天顺却表示你吸收的灵力 对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没那必要 而且你不是可以帮我找上古神器吗 很划算 狐狸女想想也是 这个男人的灵力的确充盈 时间来到第二天 两人走在路上 狐狸女一直在想 她的名字好像在哪听过似的 突然狐狸女一惊 急忙说道 就在前面有上古神器的气息 钟天顺瞥脸一笑 走吧 我们去看看 没想到修炼了五千年的修仙界大佬 处在魔法的世界 还要参加这种小儿科的勇者试炼 此时在费罗城广场上 狐狸女强烈地感知到上古神器的气息 立马领着钟天顺前去查看 穿过无数的人群 最终看见一把古老的剑赫然插在石头上 身边布满了守卫 据说过几天后 就会有通过试炼的勇者过来拔剑 不过也有人嗅之以鼻 毕竟这把剑号称勇者之剑 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历史 至今为止从未见过 有任何人可以拔出来 据说只有真正的勇士才能拔出来 而狐狸女注意到钟天顺 看着这把剑久久没回神 钟天顺越看越觉得熟悉 突然一段回忆涌上心头 五千年前驻剑谷的古长 亲自送上这镇谷之宝 这把剑不仅削铁如泥 更能幻化青龙魂护主 乃是剑中至尊 古长恭敬地表示普天之下 只有您才能配得上这把剑 经过记忆的重现 钟天顺也终于想起 这把剑是属于他的剑 而且他还有个响亮的名字 游龙 随之钟天顺就准备上前拔出此剑 却不料被门口的护卫给拦住 听到狐狸女说这把剑本就是他的时候 两名护卫却笑出了声 你以为你是谁 费罗城的圣剑是你说拔就能拔的 底下的人也在纷纷议论 这把剑需要经过四大家族的推荐参加试炼 通过的勇者才有资格拔取此剑 这人看样子就不是四大家族的 估计要吃苦头了 钟天顺剑此说不通 随即就准备硬闯 就在双方准备动手之际 突然魔法师出现 他可是我史蒂夫家族的贵宾 谁敢动手 魔法师的出现下的护卫毕恭毕敬 众人更是议论纷纷 没想到竟然跟史蒂夫家族的大小姐有关系 他是怎么做到的 魔法师了解到钟天顺想去拔剑 但是这费罗城的规矩也不是他能改变的 唯一能做的就是写推荐信给你 让你们去参加勇者试炼获得这拔剑的资格 钟天顺本不想这么麻烦 却不料狐狸女劝道 反正这剑除了你谁也拿不走 去勇者试炼说不定还能碰到宝物 不如入乡随俗试试 就这样钟天顺听了狐狸你的建议 最终来到了这勇者试炼之地幽灵谷 钟天顺看着这森林 这里充满了浓烈的魔兽气息 看样子会很有意思 钟天顺来到名为幽灵谷的试炼之地 见到众多勇者都聚集于此 看来差不多人都到齐了 随即一位牧师开始宣布规则 只要将我们放在三剑魔兽身上的三颗魔盒 在明天十二点前取回来的人 就可以通过试炼 众人一听竟然有三剑魔兽 而且名额也只有三个 这个条件属实有点苛刻了 不过也有人开心不已 毕竟对于他来说三剑魔兽简直就是信守年来 不过也是同样实力的卖业嘲讽道 这三年一次的试炼如果只有这么简单 就不会只有这点人参加了 要是失败了你们家族的脸就被你丢光了 众人看着两人也是纷纷议论起来 毕竟这两位可能是这次竞争力最大的 两人都到底谁更胜一筹 大家都等着看好戏 两人也是各种较劲 不过一切还得看实力说话 只有活着返回这里的人 才算得上真正的试炼 而钟天顺也注意到此人 之前凯瑟琳跟我提过 这个男人心狠手辣 并且充满了杀气 而这个卡尔也注意到钟天顺 他还以为史蒂夫家族的脑袋坏掉 派这么的念力为灵的普通人上场 钟天顺就这样被众人完全无视了 随着一声试炼开始的声音 众人纷纷冲向幽灵谷 而刚走不远处就岔路口挡住了去路 首先来到的卡尔 看着这四条路 第一条路荆棘从生 第二条路充满魔气 第三条路看起来好走一些 第四条路隐隐有光透进来 看来第四条路最为稳妥 而麦耶敢知道第三条路有风吹进来 则禁止走向第三条路 而其他众人更是选择不同 作为主持的牧师不解地问道 你送个普通人进去无疑是找死 你就不怕败坏了你们史蒂夫家族的名声吗 而凯瑟琳却表示我不是为了家族 而只是为了让他满足心愿 而且他是我见过最靠谱的人 画面来到钟天顺者 面对这四条路 别人都是分析一番才会进入 而钟天顺却直接拿出一根树枝 倒向哪边就走哪边 狐狸女也是一脸猛逼 随着树枝的倒下 赫然指向了充满魔气的路 狐狸女不由担心起来 你不觉得这条路有点阴森吗 随着两人的进入 狐狸女紧张地抱着钟天顺的胳膊 直觉告诉我这里有很可怕的东西 钟天顺倒是毫不畏惧 突然一声鬼叫把狐狸女吓得一哆嗦 两人转头看去 一个悬在空中女鬼真的出现在他们面前了 谁能想到修炼五千年的修仙者 遇到女鬼竟然要扒光对方的衣服 此时的钟天顺和狐狸女走在阴森的树林里 前方一个女鬼飘在空中 狐狸女胆战心惊地看着 而钟天顺却直接走上前去 带将头转过来后赫然一张鬼脸出现在眼前 不过这一幕却没有吓到钟天顺分毫 顺势就是一拳直接干倒 就在狐狸女还以为会继续赶路时 钟天顺却叫我扒光她的衣服 狐狸女一时间突然猛逼了 看了看这女鬼的身材还是非常好 难不成她是想趁热 就在狐狸女还在浮想翩翩之时 钟天顺已经将衣服扒了下来准备去卖钱 剩下一个裸鬼凄凉地躺在那里 就这样 两人开始了抓女鬼的行动 路过之处全部都变成了一丝不挂的裸鬼 这一夜也成了幽灵谷女鬼的噩梦 而另一边一群人走在路上诉说着这个幽灵谷的恐怖之处 就在他们还以为走的路是安全之路时 突然从地面爬出无数的魔兽 领头的万万没想到这条荆棘之路的魔兽竟然藏在地底下 一时间无数的魔兽蜂拥而至 现场瞬间一片混乱 而已经扒了无数女鬼衣服的钟天顺却悠哉地走在路上 而狐狸女经过这一遭也没感到害怕了 突然一只女鬼拦住了去路 而这只女鬼有所不同竟然是一只三阶的幽灵恶魔 口里念着就要将它们吃掉 而钟天顺看到此鬼眼镜都要放光了 你这衣服看起来很值钱可能要保不住了 此话一出也是把女鬼整猛逼了 他说什么 这个修炼千年的修仙者真正展现了什么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一早的时间就将其女人的衣服全部脱光 钟天顺二人走在森林深处遇到了三间魔兽幽灵恶补 钟天顺却望着女鬼的衣服露出了贪婪 女鬼还以为对方在消遣她 一路之下直接释放技能 无数的蝙蝠从法阵飞出 就在钟天顺准备动手之际 狐狸女一把狐火直接将所有蝙蝠直接烧灭 没想到过了千年我施展狐火还是那么的熟练 不过狐狸女也只是练练手 最终还是钟天顺来解决 女鬼听着两人的对话更是气不过 竟然不把我放在眼里 而下一秒钟天顺就直接起身一跃 直接一个降龙十八摸向女鬼抓去 怎奈女鬼脸色一红 迅速拉开距离 发现此人刚才竟然息凶 我可是女鬼你是变态吗 钟天顺也懒得过多解释 再次起身一跃这次直接加快了手速 一亿秒的时间强行将女鬼的衣服脱下 这速度看着狐狸女也是惊掉了下巴 就这样三件女鬼的衣服也顺利的被钟天顺全部脱掉 而且还顺带发现了藏在身上的魔盒 这个应该就是勇者试炼通关需要的魔盒 而钟天顺却不想到道回府 毕竟这里还有很多女鬼 一个都不能放过 而另一边的麦耶经过一场大战 也顺利解决了三间魔兽拿到了魔盒 突然卡尔从身后走了出来 麦耶瞬间戒备起来 虽然说卡尔也同样拿到了魔盒 但是麦耶却丝毫没有放松 毕竟如果不是夺宝就是夺命的 要不然他也不会出现在这 而卡尔也露出了真正面目 两人的战斗就此拉开序幕 谁能想到一个堂堂修炼五千年的修仙者 竟然跑到新手区的勇者试炼之地来采购 就在中天顺悠哉的抓魔兽时 幽灵谷另一处的两人却剑拔弩张 两人纷纷开启战斗模式 你一刀我一剑 武器的摩擦声在空中不停地蓬蓬作响 过了一阵后 由于两人的实力不相上下 体力也逐渐透支 就在麦耶以为分不出胜负时 卡尔却阴险地笑了 你以为我就一个人来的吗 还不等麦耶思考 从暗处射出一只毒箭直接命中麦耶的脖子 致命的毒素瞬间布满全身 麦耶全身颤抖地坐在地上无法动态 慢慢地暗处那人走了出来 麦耶瞥眼看去 竟然是沃尔顿家族的约翰 麦耶万万没想到 他们俩竟然会联手对付他 他无奈只能搬出自身家族的实力来威胁对方 本以为对方会有所忌惮 但是心狠手辣的卡尔却没打算放过他 毕竟在这幽灵 谁又会知道我做过什么 随之下一秒就直接将其一刀封口 而一旁的约翰件事情也结束 随即提出要当初约定好给他的魔盒 而卡尔却再次露出阴险的笑容 约翰虽然顿感不妙 但是也为时已晚 卡尔以极快的刀法直接拦腰斩断了约翰 本以为解决了一切的卡尔准备松口气势 一股巨大的威压扑面而来 卡尔一时扛不住压的整个身体颤抖 不止直接跪倒在地 到底是什么样的魔兽会有如此的威压 而这股威压也让大本营的牧师和魔法师察觉到 作为B级念力者的牧师 清楚地感知到这是四界魔兽的威压 而对付四界魔兽 必须要三个B级念力者才能对付 牧师不得不马上终止此次的试炼 而一旁的魔法师却一脸担忧着中天顺的安全 殊不知中天顺此时正好来到了四界魔兽石像鬼的面前 不过在中天顺看来 这个四界魔兽跟其他小怪无疑 早已是我的囊中之物 堂堂修炼千年的修仙者 无视魔法世界的阶级 无论面对多高阶的魔兽都视为自己的猎物 此时四界魔兽石像鬼看着这两个念力为灵的人 还以为吓傻 在我面前竟然感受不到恐 而中天顺却要笑出了声 眼睛两眼放光地看着对方额头上的宝石 这等发财的宝物我怎么会放 石像鬼还没搞懂他的意思 中天顺就起身一跃 一拳打了过来 石像鬼直接飞出几十米远 不过四界不愧是四界 被打了一拳竟然毫发无损 石像鬼更是疑惑 明明一个没有念力的人为何能打出这么重的力量 难道是因为他每天都在锻炼身体 将自身的肉体开发到了极致才拥有这等力量 突然中天顺再次起身一拳打来 石像鬼见此开启绝对防御 自信地表示这可是坚硬无比的花钢岩包 再霸道的力道都不能撼动分毫 殊不知下一秒中天顺的一拳直接打在脸上 石像鬼的绝对防御瞬间瓦解 整个身体再次飞出几十日 此时狐狸女拿着包裹也赶了过来 突然狐狸女感知到一股浓烈的魔气散发出来 待烟雾散去 石像鬼终于露出真实的战斗模样 看来我之前小看你了 随即石像鬼拿着三脚插往地上一插 一股魔气赫然飞入中天顺的体内 不停地侵蚀着身体 而另一边大本营召回的人员都已经陆陆续续回来 牧师清点了人数后发现大部分都回来后 而魔法师却迟迟没发现中天顺和狐狸女白情的身影 他们到底在哪儿 到底是发生什么了 让远在大本营的牧师全身颤抖 并且还要立马向圣诗字教会求援 请求派出S级念力者前来解决 此时石像鬼剑身中剧毒的中天顺 还在跟白情有说有笑 举手就准备汇聚能量球来将其彻底击杀 而这个想法却与中天顺不谋而合 不过在那之前中天顺丢出一颗护体金珠 直接将白情保护在防护罩里 虽然白情很担心中天顺身上的剧毒 不过一路上他早已对中天顺有了充足的信心 此时中天顺台七手指向空中开始比划 随着一道道咒语念处 白情感觉无比熟悉 突然他想起这个咒语 竟然是上古时期玄天宗的镇山之宝 五雷镇法 想不到中天顺能施展如此力的功法 随着一道道金光字幅显现 一个脑袋大小的能量球汇聚成功 相比之下石像鬼这边汇聚了一个半径几十米的大法球 石像鬼笑道 你那么小的魔法球能够干什么呢 不过你没有念力还能汇聚法球 这点再次让我感到意外 不过接下来让你来见识一下 什么才是真正的魔法 随着大法球的袭来 中天顺的小法球显得那么的渺小 不过他手上的这颗法球可不是一般人能施展出来的 随着石像鬼的大法球慢慢逼近 中天顺也丢出了他的小法球 而就在两球相撞之际 小法球却轻易地击穿了大法球直奔石像鬼而来 石像鬼瞬间瞳孔放大 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一切 这不可能 这绝不可能 难道我就这样结束了吗 我的使命还没完成啊 随着石像鬼的惨叫 一股被压缩的能量轰然炸开 巨大的能量让整个地区都被轰成了平地 而被击中的石像鬼已经化为焦炭 不过好在中天顺想要的魔盒却安然无恙 突然白晴焦急地过来查看中天顺的中毒状况 中天顺摆了白手 这点毒对我来说不值一提 只要打坐几分钟就能化解 而白晴却羞涩地提出要帮忙 中天顺很势不解 难道有什么办法比我这个还快 殊不知下一秒白晴整个身体就扑了上来 直接深深地稳住了他的嘴 这个世界经历了五千年的时间 从修仙界变为魔法世界 在中天顺战斗后不久 一位魔族的大将来到此处 通过观察战斗的痕迹 竟然认出了这是修仙者战斗过的痕迹 所散发出来的灵力 更是让这位魔族的大将吃惊不已 在那之前刚战斗完的中天顺 正在被小狐狸热吻 但是中天顺却并没有享受热吻带来的刺激感 而是感受到自己身体里的毒素 都在不停地被小狐狸吸走 过了很久 小狐狸终于将中天顺的毒素全部吸出 中天顺搞不懂为什么他要这么做 但是小狐狸却表示他现在是他的气力 有必要帮你分担苦痛 而且有你的灵力滋养 被吸入的毒素马上就会痊愈 中天顺健壮也不好再说什么 而是整理好战利品向着入口出发 而幽灵谷的门口 感受到比四街更强力量的牧师 马上向圣十字教团求援 在S级念力者没有来到之前 牧师必须带着士兵守在门口 以免造成更大的破坏 而除牧师以外的战士都颤抖不已 毕竟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 自己只能当炮灰 随着烟雾里出现一个巨大的声音 牧师等人全体戒备起来 而当烟雾散去 出来之人竟然是中天顺抱着 十项鬼出现在眼前 小狐狸更是提着幽灵谷所有魔兽的战利品 这一幕把众人震惊不已 这个四街魔兽 而牧师更是感到不可思议 之前他的确感知到四街魔兽的气息 而那股更强大的气息难道是他 围观的参与者们更是感到不可思议 有人嫉妒有人安心 哈尔更愿意相信中天顺只是运气好捡到漏了 随之中天顺和小狐狸将十项鬼 和其他的战利品一起丢出 当场就要卖钱 这一幕也再次把牧师弄猛逼了 明明有那么强大的实力 为什么还要去搜刮那些小喽喽的材料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谁能想到堂堂修炼千年的修仙者竟然被魔法世界的人们看不起 却在之后的行为让在场所有围观的群众都发出了惊恶的表情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此时通过试炼的中天顺和卡尔来到勇者之间处 就在牧师宣布两人可以上前拔剑时 卡尔气愤地走上前去 毕竟自己明明是第一名却被一个无名小辈抢了风筒 心底自然是不服气的 卡尔首当其冲走上剑台 双手向我 动用全身能量拔剑 但是无论卡尔使用多大的能量 剑台上的剑却是纹丝不动 卡尔用尽最后一点力气 看来这把剑始终只是一个传说 我拔不住那么其他人就更别想 而围观的群众也是这么想的 看来没什么看透了 连卡尔少爷都失败 随即就准备转身离去 凯萨灵和狐狸女都在为中天顺抱步 毕竟中天顺都还没上台 人就走光了 明显就是看不起 不过中天顺却毫不在意 毕竟他只是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已 而牧师等人却是很好奇 这个不可思议的男人能否拔出此剑 随着中天顺站上剑台准备拔剑之时 剑灵却突然主动说话 看来这把剑在此等候了上千年 此刻他苦苦等待的主人终于回来 曾经的回忆突然涌上心头 听着剑灵不停地诉说曾经的往事 失去记忆的中天顺觉得 这家伙是不是兴奋过头了 不过不管怎么样 先拔出来再说 随着中天顺轻轻一把 一股耀眼的光芒夺目而出 中天顺举剑指天地说道 欢迎回来 游龙 这一幕着实让众人大惊失色 摆在这上千年的圣剑 竟然被一个无名之辈拔了出来 随着圣剑的拔出 一只青龙显现而出 本以为会是一条霸气的青龙 却没想适得画老 刚出来就亲密地喊着中天顺叫顺顺 一顿夸着自己帅气的外表 中天顺越听越无语 一脸气愤地表示自己已经完全不记得 而两人的对话更是让围观的群众震惊不已 不过得知中天顺失忆的时候 青龙并没有失落 而是感到庆幸 毕竟经过那场大战 能活下来已经是奇迹 而且你失忆了还能找到我 这说明我们的缘分啊 最终游龙剑终于被中天顺劝回了原形 而看到这一幕的凯瑟林更是感到开心 随即便向中天顺表示恭喜 中天顺也是很客气地感谢了凯瑟林 仅仅一个感谢就让凯瑟林害羞不已 却不料小狐狸白晴却直接跳着抱住了中天顺 凯瑟林瞬间实话 没想到小狐狸白晴这么直接 我连手都还没牵上 他却已经抱上了 这个男人修炼了5000年终于出关 却不料整个世界已经变成了魔法世界 而今天作为这个世界唯一的修仙者 中天顺拔出了几千年无人拔出的圣剑 殊不知这把圣剑正是千年前中天顺的配件 拔出来的那一颗小狐狸兴奋地抱了上去 中天顺也差点被憋得喘不上气 而一旁的凯瑟林却呆住了 要是我主动点 那中天顺刚才抱的人就是我了 就在此时牧师梅尔走上前表示 没想到这圣剑的传说竟然是真的 我作为圣剑仪式的主持人也有好几年了 今天能见到圣剑的主人真是让我很感慨 随即就想让中天顺将圣剑拿给他看看 而中天顺却是假模假样地表示 这剑你可别弄坏了 很贵的 你赔不起的 随即就将圣剑丢给梅尔 谁知梅尔在拿到这把剑的那一刻根本接不住 直接重重地砸进了地面 见到此种情况中天顺还在说他没有好好接吻 梅尔也觉得这只是圣剑认定了中天顺主人的身份 所以即使拔出来了也还是拿不动 其实并不是这样 而是这把武器本就是上补修仙剑留下来的高阶法宝 只有修仙者输送灵力才能驾驭 在这个世界经过那次的神魔大战 还有无数的宝物都遗落在世界的各个角落 而中天顺恐怕也成为了唯一可以使用这些法宝的人 待中天顺再次拿起剑后发现剑身竟然脏了 随即就要梅尔赔偿清洁费 此时的梅尔才反应过来 原来从一开始中天顺就想好了借口用来额钱 就在几人交流之际 史蒂夫家族的族长西斯找了过来 口中不停地夸赞着拔出圣剑的勇士 并热情地邀请中天顺等人去他的府中吃饭 中天顺却是一脸正惊地表示 你是谁啊 我干嘛要陪你吃饭 这把梅尔赔得赶紧解释 这是凯瑟琳的父亲 也是四大家族的族长呀 你拔出圣剑为他们家族挣了天大的面子 他邀请你只是为了表达谢意 你可不能无礼 而中天顺一听顿时两眼放光 感觉这餐饭可以额不少钱 而此刻中天顺才注意到失落至极的凯瑟琳 凯瑟琳怎么从一开始就缩在角落 殊不知凯瑟琳还在为没有好好把握中天顺的那一刻而失落 中天顺也是没了办法 直接凑近说道 你干嘛呢 你爸叫你回家吃饭了 怎奈中天顺靠近的那一刻 凯瑟琳就已经脑袋一片空白 脸上无比的羞涩 好近 我都能感觉到他的鼻息了 心跳也开始加速了 不过好在凯瑟琳马上反应了过来 这才知道父亲过来邀请中天顺回家吃饭 而一幕倒是把老父亲细思看得一愣一愣的 真不愧是拔出圣剑的勇者 形式作风果然与众不同 过了一阵后 众人也终于来到了西斯的府邸 这宏伟的建筑着实让众人惊叹 凯瑟琳也表示你们想来住随时都欢迎 而中天顺却是老大哥一般搂着西斯 哥们 看你挺有钱的 我都代表家族拔出圣剑了 多少意思一点呗 西斯也很是大方 勇者大人你想要多少灵珠都没有问题 我这就喊管家去拿 中天顺看着这组长很吃上道 心中欢喜得很 而西斯也并不介意 毕竟这是拔出圣剑的勇者 这点支持还是没问题的 而这一切在小狐狸看来却很是无语 居然一开口就要钱 真是一点都不委婉啊 待众人都上桌后 组长却发现中天顺一口都没吃 随即就疑惑地询问 怎奈中天顺因为长时间地修炼脑海中的记忆变得支离破碎 他从本能的反应感知到他并不需要进食 只要兜里有钱既不会饿也不会渴 而这一切小狐狸却有所耳闻 这应该就是所谓的壁骨 传闻只有达到极高境界的修饰就可以不吃不喝 只靠灵力就能修行 原来他已经达到了这种境界 而他因为失去了记忆 所以连他自己都不清楚缘由 几分钟过后 众人也陆陆续续吃完了 不仅如此连游龙也吃饱了 中天顺虽然很是看他不惯 但是在西斯的眼里 这个圣剑的化身给人一种非常震撼的感觉 就在此时凯瑟琳提到之前 中天顺在幽灵谷搜到的魔盒还没有卖掉 而中天顺也正好问了问这魔盒的作用 数量十分稀少 但需求量非常大 它的用途主要就是用来强化装备 在锻造武器和防具的同时加上一颗魔盒 可以大大提高装备的质量 而目前猎魔人协会一直都在大力收购魔盒 你手里的这颗四街魔盒足够买一栋还不错的房子 中天顺顿十亿斤 这个小玩意竟然能买一套房子 那岂不是要发财 而就在中天顺做着发财梦时 旁边的游龙却一口吞掉了魔盒 还表示口感有点硬 味道还可以 这可把中天顺气炸了 青筋抱起的中天顺恨不得此刻就将这条蜜龙剁掉 如果有人免费送你三个极品女仆 而且做什么都不会拒绝 你会收下他们吗 此刻中天顺因为游龙吃掉了魔盒 心情极为不爽 恨不得现在就把魔盒从肚子里掏出来 毕竟他吃的可是一栋房子 见此组长西斯倒是慌了 要是中天顺把他掏死了 他无法向外界交代 随即就提出他吃了您的魔盒 我陪你一套房子如何 听到此话的中天顺这才罢休 而刚放开的游龙却突然感觉到体内有股力量要喷涌而出 似乎是因为魔盒的关系让我变得更加强大 中天顺还以为他在糊弄自己 不过经过小狐狸和凯瑟琳的分析 游龙本就是武器幻化而成 魔盒自然对他起强化作用也不奇怪 就在众人还在闲聊之际 管家表示其他三个家族和圣十字教团的人为我们的勇者送来了赫里 中天顺一听有赫里瞬间就迫不及待想要看看 首先是沃尔顿家族送来三万灵珠和费罗城黄金地段豪华别墅的房契一张 看到这么多的宝物的中天顺瞬间就已经两眼放光 不过之前西斯已经答应给我一套房子 所以这套就让他折现好了 下一件则是杜邦家族献上的圣骑士铠甲一套 全身由黄金打造 肩不可摧 中天顺看了看 对于他来说这盔甲太过笨重 还是折现吧 第三件则是奥纳西斯家族送来的三位极品女仆 带三位极品女仆走入大厅 口中满是对中天顺的崇拜 而且还表示只要是勇者大人吩咐做什么都可以 我们会一直侍奉在您身边 一定让你舒服的 看到此处的凯瑟琳却很是无语 这明显就不是什么正经女仆 没想到奥纳西斯竟然送来这种下流的鹤里 而中天顺却是好好打量了一番 的确是国色天香 中天顺再次确认 不管我说什么 你们都会满足我吗 听到此话的女仆更是害羞地表示 是的 就算是那种要求也是可以的 待女人回答完 中天顺就立马跟管家表示 这几个妹子也一并折现吧 那个混蛋还想用美人计 我必不可能上榜 听这话却让三个女仆一脸猛逼 没找到我入行这么久 头一次被人拒绝 想到勇者的意志力如此坚定 最后就是圣十字教团由牧师梅尔送来的贺里 骑士勋章一眉 中天顺看着这个勋章很是值钱 本想着把他也折现 可是梅尔却告诉他 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这不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而且你只要你带着他 就能随意拆遣教团地级以下的教员 见此中天顺也是把勋章收了起来 而此次过来除了给你宋奇士勋章外 还有一件事希望你能同意 就是能否让我摸摸你 这一下把小狐狸跟凯瑟琳心中一惊 这梅尔还真是大胆了 中天顺还以为梅尔是要占他便宜 梅尔立马就解释道 并不是的 而是他修炼的魔法可以感应各种力量 超出念力范围的未知力量也能感应一二 你没有一点念力却能拔出圣剑 这太不符合常理 我想切身感受下那股汹涌的力量 随后中天顺也没有再多说人由梅尔出摸 但是这一行为倒是让小狐狸和凯瑟琳很是吃醋 过了一阵后中天顺也有点无聊 你再这么摸下去我可要收费了 随着梅尔不停的感受却没有感受到半点念力 看来我得再进一步才有可能感受到他真正的力量 随着他把身子贴了上去 那一瞬间的触感瞬间让梅尔欲罢不能 反应过来的梅尔直接瘫倒在地 两随从急忙询问梅尔的状态 直接梅尔震惊地表示 我感受到了一股跟圣剑身上相似的未知力量 那是超脱于念力之外的强大力量 这个世界的妹子实在是太开放 救了一命后就立马就想用肉体补偿俑者大人 怎奈中天顺只对前感兴趣 就在四大家族和红十字教团送完贺礼后 大地突然发出一阵阵巨响 就在众人摸不清头脑时 中天顺却感知到了外面有一股魔兽气息 随着众人望去 一头巨龙正喷着火焰大肆破坏 平民们被烧得到处逃窜 他们怎么都没想到 那个活在传说中的魔兽竟然出现了 而此刻巨龙正直奔女子而来 巨龙毫不客气地喷射火焰 就在女子马上要命丧黄泉时 中天顺及时赶到 并只是轻轻吹了口气 就将巨龙喷射的火焰直接扑灭 这一操作把观战的梅尔看得一脸震惊 而小狐狸和凯瑟琳却表示淡定 这只是基本操作而已 反倒是这条巨龙为何会突然出现 梅尔讲述道 这条巨龙跟圣剑一样来自远古时期 因为被圣剑的特殊能量所吸引 所以才会数次袭击城市 每次巨龙的到来都会让城镇变成人间炼狱 而我们的念力者对巨龙没有一点办法 我们只能寄托于拔出圣剑的勇者 可是勇者却一直没有出现 随后根据时间的推移 巨龙不知为何变得越来越虚弱 也渐渐地不再攻击城镇 在那之后再也没见到巨龙 他的故事也逐渐成为了传说 没想到他今天竟然出现了 小狐狸很适宜活 游龙剑本就是修仙界的法器 难道说巨龙跟游龙剑有关系 不过这一次梅尔坚信中天顺肯定可以斩杀巨龙 而刚出手拯救女子的中天顺下一秒就要收保护费 怎奈女子瞬间娇羞起来 人家灵珠好像不太够 肉肠可以吗 还不等女子说完 巨龙再次冲了过来 见到巨龙如此疯狂地举动 中天顺淡定地抬起手掌 直接一掌拍下去 直接将其巨龙的头颅按压在地上 这一掌的威力太过惊人 打得整个费罗城都在震动 待烟消云散后 中天顺立马察觉到这头巨龙情绪极其不稳定 仿佛像是因为痛苦过度而陷入一种疯狂的状态 而且明明是远古魔兽 为何他的体内有一股灵气在流动 此时游龙剑说道 那个巨龙的体内有一个法器 仙魔大战时这头巨龙无意间吞掉了法器 结果被灵力折磨地死去活来 当初他求我把法器取出来 但是我根本没搭理他 这家伙几千年没来了 我还以为他死了 听到是法器的中天顺瞬间来的兴趣 随即就一脚将巨龙踢到空中 待飞到一定高度后 中天顺直接一剑挥下 直接将其巨龙的肚子切开 而下一秒巨龙就从口中吐出那个呆在体内千年的法器 小狐狸也被这一操作给震惊到 没想到还可以这样操作 直接打到恶龙偶出了法器 此刻中天顺也顺利接到了法器 在接到手的那一刻 法器就直接发动了 法器名为千秋镜 是一件空间法器 此等法器不仅能储存 还可以居住和修炼 炼化后是一个完完全全被你掌控的世界 突然一道声音传来 全天宗宗主中天顺 我认得你 中天顺定睛一看 说话之人竟然是巨龙 没想到恢复理智的巨龙竟然还认了他 巨龙表示曾经与我们的魔神 站到最后一刻的修仙者 我怎么会忘记 不过 你即是他 却又不完全是他 谁能想到中天顺这个修炼千年的修仙者 竟然是从树里面出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在恶龙感觉到面前的中天顺有点不一样 虽然脸没变 但是气质与以往大不相同啊 就连实力也远不及你巅峰时期 你身上究竟发生什么了 为什么你跟魔神一战后还能活着 你到底把魔神怎么样了 而中天顺早已失去了记忆 随口表示谁知道呢 或许早死了 而这话却把恶龙彻底激怒了 魔神可是统一了整个魔界的绝对王者 他可是主宰整个世界的存在 无数修仙者都没能阻挡他 你也不例外 随着恶龙暴怒喷射一股强大的恶龙吐息 中天顺直接丢出游龙剑 以游龙剑气抵挡住恶龙吐息的攻击 下一秒游龙剑瞬间化为巨龙身形 直接将其恶龙血肉全部淹灭 只留下一副骨架落在地面 随之中天顺拿着魔盒诱惑了 想吃吗 想吃就告诉我 刚才那出声说我既是中天顺又不是中天顺 究竟是什么意思 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吧 游龙也不敢隐瞒 表示当初第一次见到你 使你说你失去了记忆 我便猜到了其中的缘由 只是当时时机未到所以没告诉你 你其实只是玄天宗宗主中天顺的一丝原神碎品 在某种机缘巧合下才拥有了自己的灵质 正因为如此你才会有跟他截然不同的性格 听完此话的中天顺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我只是他的一个原神碎品 怪不得见到你时脑海中 就会闪现一些不连贯的记忆碎品 其实自有意识以来 我便一直在轩辕树中沉睡 直到一束天雷落下 我才获得了自由 而游龙听完中天顺的描述这一切就都对得上了 因为轩辕树本就是上古神术 你体内的灵气可以不受魔气的侵扰 而你也就是在那时觉醒了自己的意识 中天顺不解地问道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五千年前魔界诞生了一位魔神 他拥有举世无双的实力 一举征服了魔界大陆 就在魔神已经达到巅峰时 魔界的大祭司对他做出了一个预言 魔神将死于修仙者之手 魔神为了打破预言 制作了大量对抗修仙者的污浊魔气 并率领魔界大军与修仙界开战 这一场大战导致修仙界死伤惨重 但是玄天宗宗主却站到了最后一刻 为了阻止魔神 他用全身法力将魔神封印在自己的元神中 然后引爆自己的元神 与魔神同归于尽 但是由于他修炼玄天秘法的缘故 他的元神并没有灰飞烟灭 而是分裂成了九块元神碎片 散落在这大地之上 之前我还不了解你的实力 现在你已经得到了我的认可 既然你继承了中天顺这个名号 那我们就必须背负历史 扛起重助修仙界这个责任 现在最要紧的是要马上找回其他散落的元神碎片 而中天顺听完很是无语 你突然否定我的身份 又将这么重的任务压在我身上 爱谁去谁去不要来找我 游龙心想 果然拒绝了 要是他不去找的话 修仙界就完蛋了 随即游龙说道 这每一个元神碎片都蕴含着极其强大的力量 以及能够让人称霸一方的功法秘迹 除此之外宗主当初留下了很多法器 而这些法器肯定会吸引元神碎片的注意 也就是说找到元神碎片就等于找到了法器 随便一见那都是价值连城的宝物 听到此话中天顺突然放大 下一秒就说道 看样子是时候离开费罗城了 去找回散落的元神碎片以及玄天宗的法器 而魔界内 一名手下将魔神大人要的东西带了回来 此物名为乌卓魔器支配者魔方 随着魔方送到旁边的女人之手 经过鉴定没想到是货真价实的魔器 经过五千千年还能拥有这么充盈的魔力 真是了不起 随即手下就向魔神会报道 表示在费罗城外发现修仙者的痕迹 魔神听到此话瞬间暴墓 没想到修仙者竟然还存在于是 口中呵斥道 去 提他的人头来见我 谁能想到凯瑟琳竟然这么主动 不仅当场抱住中天顺进行表白 还当面将衣物退去 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了 原来是中天顺来费罗城的这几天 三番两次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 不仅斩杀了恶龙 还展露了手法及其高明的空间法术 中天顺你到底有什么魔力 让我遇见你后满脑子都是你 就在此时 满脸通红的梅尔这才反应过来 不行 我是修你 不能有这种想男人的想法 我必须克制我的七情六欲 而另一边小狐狸偷偷来到了凯瑟琳的卧室 还在泡澡的凯瑟琳很是沮丧地表示 中天顺明天就要走了 我却一点进展都没有 明月一别 我要跟他表白吗 转念一想 这种又太难为情了吧 要是被拒绝怎么办 小狐狸心想 这凯瑟琳人美身材又好 关键是他还很有情 中天顺也很喜欢他吧 虽然有点吃醋 但是你们两个如果错过了中天顺会觉得遗憾吗 就让我来帮帮你们吧 随着小狐狸吐出一股粉红气体 待凯瑟琳发现之时 就已经感觉到自己变得有点奇怪了 过了一阵后 中天顺来到凯瑟琳的房间准备跟他道理 而此时凯瑟琳从里面走了出来 地脸娇羞地看着中天顺 中天顺看凯瑟琳的脸色不好 还准备让他好好休息 随即就准备转头离去 子奈下一秒 凯瑟琳却一把抱住了中天顺 并深情地说道 我不想你就这么白白离开我 从你把我从哥布林中救出来后 我就喜欢上你了 每天晚上都因为你睡不着 在你离开之前 可以给我留下一些特别的回忆吗 中天顺瞬间变得紧张 是不是小狐狸对你做了什么 这不像是你会说的话 凯瑟琳表示我现在清醒得很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随即凯瑟琳就将身上的衣物退去 慢慢走向中天顺 时间来到第二天 走在路上的中天顺小狐狸二人很是安静 小狐狸很是关心地问道 你怎么心不在焉的 是不是昨晚没睡好 而中天顺却是立马想到了昨晚的凯瑟琳 并一脸尴尬地表示 昨晚我睡得很好 小狐狸自然看出来昨晚他的计谋得逞了 就在此时 之前与中天顺竞争的卡尔却拦住了去路 小狐狸没想到仅凭他一人也敢拦我们 殊不知下一秒从树林里走出一名S级念力者 奥纳西斯家族卡尔的母亲真一 以及沃尔顿家族的S级念力者帕拉帕 和杜邦家族的S级念力者艾伦 卡尔将他们几位儿子的死 全部算在了中天顺的头上 不过对于这种颠倒黑白的事 中天顺并不想过多解释 因为在他看来 无论是C级还是S级的念力者都是一样 你们谁挡我的财路 谁就死定了 当念力者跟修仙者碰撞究竟会发生什么 此时卡尔带着费罗成几个顶尖的S级念力者 围攻中天顺 势必今天要让中天顺死无葬身之地 而中天顺也是毫不客气地拿起游龙剑 既然要教我做人 那就抓紧点时间吧 随着其中一位剑客拿起长剑 眼中完全看不起这个毫无念力的人 随着剑中闪电滋滋作响 下一秒一股强大的电流轰然而出 巨大的电流形成一只巨大的雷鸟 中天顺看了看 不就是雷电吗 我也会 随之中天顺手持有龙剑一剑挥下 一条雷龙咆哮而出 巨大的雷龙一口咬住雷鸟 几乎没有反抗之力 轻松地就将其撕碎 另一人圣骑士要看剑客不敌 立马举起手中盾牌 随即开启圣光守护 随着巨大的碰撞 圣骑士的盾牌竟然抵挡住中天顺的攻击 但是这一攻击不仅让圣骑士震得全身发麻 而且除他们以外的区域全部都被毁 此时卡尔的母亲口中吐槽道 你们怎么回事 是因为太久没动手 所以生疏了吗 就在圣骑士提醒他小心时 他却一脸不屑 我奥奈西斯家族的名声可是我真刀真枪拼出来了 我会怕他吗 今天要是让他们活着离开费罗城 那我家族的颜面岂不是要扫地了 随之他一鞭子直接抽了过来 只见鞭子的威力打了过去 整个地区变得混乱不堪 但是这远远不够 随即女子起身一跃拿起鞭子再次不断抽打 随着不断的攻击地面也激起了厚重的灰尘 圣骑士等人看着也是心有余悸 这女人发起风来真是恐怖 她这般攻击恐怕连我的圣光守护都难以抵挡 卡尔看到更是开心 估计这混蛋已经被编成肉酱了 殊不知下一秒钟天顺直接握住女人的鞭子 女人顿时已经没想到对方的护盾如此坚硬 而钟天顺对于这种挠痒痒的鞭子很是无语 不过钟天顺看着女子的装束很是别致 你的小皮裙应该能卖个好价钱 随着钟天顺一扯 女子直接被钟天顺扯了过去 女子更是以为对方是变态 没想到对方只是看中了她身上的衣服 下一秒女子就立马丢弃鞭子往后拉开距离 心想若是让她得逞了 我还有什么脸面做人 而其余人看着也很是无语 此时的卡尔心中已经泛起惊涛巨浪 为什么会这样 他们都是S级的念力者 都是费罗城最强大的战力啊 连他们都没有办法吗 为什么一个没有念力的人会有如此的实力 而钟天顺此时也没有了耐心 你们不出击的话 我可就出手了 随着钟天顺一瞬间就来到卡尔的背后 随手就是一套宽衣剑法 卡尔都还没反应过来 身上的衣服就已经被切得丝毫不胜了 一时间只感觉到一股透新凉的感觉 谁能想到堂堂千年修仙者 竟然有捆绑美女的爱好 此时钟天顺施展宽衣剑法将卡尔瞬间撕碎 这一幕惹得卡尔破口大骂 而钟天顺觉得自己没控制好力道 随即就准备对着卡尔的母亲再次施展 力争这次将衣服完整地切下来 就在钟天顺接近的那一刻 女子瞬间一惊 立马起身一跃急速躲避 女子见到钟天顺如此无耻 便破口大骂起来 你小子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下流手段 口口声声说只要我的衣服 该不会是看上我了 我孩子都跟你差不多大 我们是不可能的 今天为了我的名誉 我都要将你碎尸万段 随之女子双手结阵 无数的魔法飞弹朝着钟天顺飞去 魔法飞弹宛如炮弹般攻击着钟天顺 钟天顺一边躲避心中很是无语 明明自己只是求财 怎么就不信呢 我看起来这么像变态吗 只见女子大声呵斥 你就算跑到天涯海角 我的炮弹也会一直追踪你的 就在钟天顺不停的移动时 忽然跑到小狐狸所在处 说是要取什么东西 随着钟天顺以极快的速度 拿到鞭子在起身愉悦 放心 这种炮弹根本追不上我的速度 随着钟天顺来到女子面前 既然你总觉得我是杰色 那我就如你所愿 一套宽衣剑法再次施展 两剑下去女子的衣物瞬间爆开 一时间女子立马遮住自己的重要部位 你这阴魔让我以后怎么见人 随之钟天顺拿出长鞭 这种程度还称不上阴魔吧 女子看着皮鞭心中顿感不妙 这家伙到底要做什么 下一秒只见皮鞭直接套在女子身上 用着特殊的捆绑方式将女子捆住 在女子眼里此时的钟天顺简直恐怖如斯 没想到自己一把年纪 只因自己长得漂亮就落得如此下场 我现在就是个带宰的羔羊 她到底要对我做什么 卡尔剑此更是急了 你到底要对我妈做什么 你这个禽兽 小狐狸也是相当无语 钟天顺的思路本来就不是一般人能猜透的 完全不能用常人的思维来判断 随之卡尔也是对着其他两人表示 你们还愣着干嘛 难道要眼睁睁看着我妈被羞辱吗 而另外两人此时表示 我们已经准备使出全力了 随之剑客手中的雷电不断滋滋作响 仿佛雷神附体一般 而圣骑士更是施展大骑士天神下凡 整个人的身躯变大了无数倍 此时的圣骑士不仅身躯变大 实力也得到了暴增 下一秒圣骑士手起刀落 口中呵斥道 好好感受下天神电舞与伦比的力量吧 随着一箭灰下 整个地区都激起巨大的灰尘 随着巨大的响声 圣骑士还以为这次已经解决了 还担心自己用力过猛 有可能波及到女子的声音 突然一道声音传来 你可以啊 以你的程度能做到这种山崩地裂的攻击 让我很惊讶 不过只是这种程度的话 你怎么敢自封为神啊 当一个修仙者真正动起手来 这个世界最强的S级念力者 也是蝼蚁一般的存在 此时变得无比巨大的圣骑士 一剑挥下却被中天顺轻松挡住 而且在弹回的一瞬间 圣骑士还有点没站稳 不过不信邪的圣骑士 立马再次举起手中剑大声呵斥道 我可是战无不胜的大骑士 才不会输给你这种小别三 殊不知这句话却彻底惹毛了中天顺 中天顺一脸阴沉地看着大骑士 我刚才叫我什么来着 大骑士虽然被中天顺的气势所吓到 但是还是说出了小别三几个字 殊不知这三个字给自己带来了死亡 下一秒中天顺一见风吼 在大骑士不可置信的眼中轰然倒下 中天顺看着倒下的大骑士喃喃自语道 下辈子管好自己的走 就在大骑士的尸体倒下之际 卡尔却是突然一惊 他没想到大骑士这么快就不行了 而且巨大的身躯还往他这边倒去 躲闪不及的卡尔就这样重重被大骑士压比 随着大骑士慢慢恢复到正常状态 中天顺看着倒霉的卡尔也不是不由的嘲讽吗 这不是喊人的黄毛吗 竟然被自己人压扁了 也真是活该有这种下场 随之中天顺来到最后一个还拥有战力的剑客者 此刻的剑客虽然全身冒着闪电 但是内心已经惧怕无比 突然剑客搜的一声直接化身闪电逃跑 在路上剑客深知自己实力还不如女子和大骑士 根本打不赢 但是自己的速度他还是有信心可以逃跑的 毕竟他这个快如闪电的剑法就是以速度著称 殊不知就在他自信满满之时 中天顺却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他那认为的速度在中天顺这显得太微不足道 就在剑客震惊之余 中天顺一只手直接掐住了剑客的脖子 毫不客气地使用天雷影 一招下去 天雷直接将剑客劈得浑身冒黑烟 中天顺也没想到 自己明明收了力 装备垫胶了 而此刻城内的凯瑟琳不知为何身体变得越来越燥热 难道是因为一直在思念中天顺的原因吗 而中天顺这边正在对最后一个还清醒的人进行威胁 也就是卡尔的母亲 女子也不知道中天顺等人到底要做什么 只能哀求对方不要乱来 不过中天顺最终的目标也只是为了求财 随之拿出一张欠条 证明女子欠他99999颗零食 虽然女子感到为难 但是相比自己的性命他也只能被过答应 过了一阵后 中天顺等人已经离去 但是并没有给女人解绑 女人无奈只能慢慢地爬向卡尔 就在女人爬行的过程中 突然一个女人堵住了去路 女人感知到这里存在过大量的灵气 随即开口问道 那个修仙者在哪里 这个女人实在是太可怜 前脚刚被修仙者虐得体无完肤 后脚又遇到魔族之人赶尽杀绝 到死的那一刻才发觉自己是井底之蛙 此时的女子急迫地想要对方解开绳索 而魔女则是仔细地探查了他身上的灵气气息 女子被搞得不明所以 直到看到魔女露出凶狠的表情表示要杀了对方时 女子才恍然大悟地告知对方中天顺的去向 魔女见此感到疑惑 修仙者竟然留下火口就直接离开了 想到这的魔女随即就转身离去 女子还想要魔女帮忙解开绳索时 天空中突然出现一颗巨石 女子还没搞清楚状况就被这颗巨石直接砸死 在魔女眼中战斗就要赶尽杀绝 心慈手软的修仙者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傍晚 钟天顺和小狐狸慢悠悠地走在路上 钟天顺看着这99999的灵石欠条 心中很是愉快 小狐狸也很是理解 毕竟这个世界已经被魔器侵蚀了 灵气已经变得无比稀薄 唯有这灵石中的灵气可以为他所用 也怪不得他是钱如命 灵石就是他的命根子 此时钟天顺突然提出要找个地方一起休息 怎样小狐狸却听成了要跟他一起睡 但下一秒钟天顺又表示 这一天都靠着小狐狸的感知力寻找保护 可不能累坏你了 小狐狸这才发现自己搞错意思 随之钟天顺打开千秋镜传送门进行休息 小狐狸却变得心烦意乱 他不知道为何竟然听错了钟天顺的话 看着只对钱感兴趣的钟天顺 他如此的单纯 不知道那天晚上他跟凯瑟琳单独待一起时 也是不是也这么淡定 想到这的小狐狸这才发现自己竟然在想这些事情 他的心思一直在胡思乱想 小狐狸吓得赶紧走出传送门 打算让自己透透气冷静冷静 心中告诫自己 凯瑟琳的事还是他一手促成的 他不能吃醋 他只是借助钟天顺的灵气生存而已 就在小狐狸思考之余 天空中一块巨石突然落下 好在小狐狸反应迅速 下一秒就躲开了攻击 小狐狸还以为又是费罗城的那些念力者 下一秒两个石头人赫然出现在他面前 小狐狸瞬间一惊立马再次跳走 没想到自己只是想散散心 却遇到这种事 下一秒小狐狸直接释放幽浪狐火 两个火球直接将石头人打碎 待小狐狸落下大声喝赤道 到底是什么人 赶紧给我现身 突然就在话音刚落的那一刻 魔女赫然出现在小狐狸身后 小狐狸心中一惊 顺手就是一个狐狐打去 她是什么时候到我身后的 我竟然没察觉 魔女却是轻松挡下这一攻击 我追寻灵气踪迹至此 却在这失去了踪迹 没想到等了一会却发现你凭空出现 看你身上有大量的灵气 难道在幽灵谷修炼的修仙者就是你吗 谁能想到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女 竟然是个恋爱脑 此时小狐狸意识到对方竟然知道修仙之事 那肯定是冲着中天顺而来 正好乘着对方不认识中天顺时 问问对方的目的 你究竟是什么人 一路追踪至此 又有什么目的 你既然知道修仙之事 那就应该知道我的厉害 魔女听闻此话 心中不由大喜 看来我找对人了 随即说道 我是奉魔神大人之命 前来取你性命之缘 黑药时机奥比斯丁 下一秒举起法杖直接向小狐狸打去 小狐狸心中一惊 没想到对方会突然出手 反应不及的小狐狸直接被打飞 一时间巨大的冲击波直接将小狐狸打进墙壁 小狐狸意识到这个魔女的力量 比之前那些念力者强太多 要避开正面对决 魔女也没想到这修仙者竟然这么弱 紧紧一击就被打得遍体鳞伤 难道是因为跟之前的念力者对决 消耗了太多的灵力了吗 看来这时候遇到我实在是太不幸了 下一秒又是三块尖是向小狐狸飞去 小狐狸随手用火抵打 直接起身一跃 瞬间就来到魔女的背后 口中嘲讽到就凭几块石头就想要我的命 你太瞧不起人了吧 就在小狐狸准备攻击之时 突然一股能量包裹住了小狐狸 全身竟然无法动弹 下一秒那股能量直接将小狐狸从空中狠狠地砸向地面 魔女嚣张地走了过来 这就是魔神大人赐予我的能力 魔能之手可以控制任何被我锁定的物体 而这次除了魔神大人的命令外 你还曾在幽灵谷杀掉了我心爱的坐骑士像鬼 于公于私我都得在此了解你 随着魔女不断地汇聚能量 小狐狸立马表示自己有话要说 本以为是要求饶 却没想到小狐狸问道 你口中的魔神不是在仙魔大战中死了吗 魔族也应该是一盘散沙才对 为何你们还能卷土重来 魔女嚣张地表示 魔神死于修仙者之手 这只不过是个可笑的预言 现在魔神大人已经重生 只要将所有的污浊魔器找回 魔神大人就能重回巅峰 然后一统三界 听完此话的小狐狸却是孝道 谢谢你提供的情报 起码让我知道了钟天顺的对手是谁 魔女听到此话顿感不妙 钟天顺是谁 就在魔女疑惑之时 小狐狸汇聚能量笑道 我虽然不是你的对手 但是你也不一定会输 毕竟对付女人我很有经验 随着一股红色的能量包裹住魔女 不等魔女反应 整个脸色突然变得无比羞涩 整个人的意识来到了魔王大殿 此时的魔王正在宝座上 表扬魔女找回魔器的功劳 魔女却是羞涩地表示 只要能侍奉魔王左右 我就心满意足 听到此话的魔王 却是表示自己知道你想要什么 随着魔王慢慢走过来 口中说道 做我女人吧 这就是你想要的吧 魔女一听瞬间心跳加速 做您的女人我有这个资格吗 就在此时魔王一把搂过魔女的腰 难道你想违抗我的命令吗 我要的就是你 事不宜迟 现在我们就举行仪式吧 让我们合二为一的爱情仪式 听到此话的魔女更是无比害羞 就在魔女无限幻想着 与魔王打扑克的内容时 小狐狸也没想到 这个魔女竟然还是个恋爱吗 不过这正是我魅惑之术的厉害 凡是中招之人内心的欲望 就会被激活 陷入其中无法自拔 小狐狸艰难地爬起身体 手握狐火 口中呵斥道 这场战斗是我笑到了最后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不仅让小狐狸委屈地大声哭泣 又让魔女在一旁瑟瑟发动 就在小狐狸使用魅惑之术后准备捕刀 却没想到在最后一刻 魔女竟然一枪直接刺中了小狐狸的胸膛 小狐狸一脸震惊 她是如何解开魅惑的 只见魔女将刺在身上的石头拔出 原来是疼痛让她脱离了幻境 随着法杖的拔出 小狐狸捂着伤口躺倒在地 魔女表示虽然这样的幻境的确很让人陶醉 但是你低估我对魔神大人的崇敬 魔神大人迟早是一统三界之源 我只能放在心中静养 是绝对不能让人玷污的 随着一颗巨大的尖石向小狐狸飞去 小狐狸回想自己沉睡了这么久 才得以重获新生 没想到这一切都完了 但是小狐狸不甘心 这一切不能就这么完了 随即小狐狸眼含泪水的大声呼救 钟天顺救救我呀 而钟天顺也在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 手掌轻轻一挥就将其尖石直接一分为二 随着巨石的落下 钟天顺看向哭泣的小狐狸 下次一个人出来的时候叫上我 小狐狸看着赶来的钟天顺 心中的委屈再也憋不住 嚎啕大哭地骂着钟天顺 钟天顺这个白痴笨蛋 你就不能早点出现吗 钟天顺也是无奈 我这不是来了吗 而魔女此时却陷入了无限的震惊中 因为她发现这名修仙者的脸竟然跟魔神的脸一模一样 魔女实在想不通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魔神可是无比尊贵的血斗 转头魔女就当作是幻术造成的影响 看来之前那个念力者的模样应该就是这个修仙者的手笔 而且她身上这无比充盈的灵力 我的目标应该是你才对 随着魔女再次引动无数的石头 钟天顺还以为是扬起灰尘的魔法 没想到下一秒无数的石头汇聚成一道能量 随着无数的碎石打向钟天顺 钟天顺所在的位置烟尘抖乱 魔女很是自信 这无数的杀力和碎石会像剃刀一样一片片割下你的皮肉 你会被这一公式碾为粉末 过了一阵后 魔女看着灰尘弥漫的区域 还以为这家伙被轰得捕头连扎都不剩了 而下一秒灰尘中一个金色的光球赫然出现在魔女的眼前 钟天顺毫不在意对方的攻击 而是注意到魔女刚才提到了念力者 随即就问到你把奥纳西斯家族的珍妮怎么样了 而面对毫发无损的钟天顺魔女已经当场猛逼的说不出说了 钟天顺见对方迟迟不说话 随手一击石头打了过来 没想到钟天顺随手的一击直接击穿了魔女的身体 整个人直接飞出去好几米 魔女这才意识到 修仙者原来是这么的强 钟天顺再次走上前询问你把珍妮怎么样了 魔女搞不懂为什么他会这么关心一个敌人的事情 不过魔女还是如是回答了 那种家伙已经被我杀掉了 听到此话的钟天顺瞬间整个人爆发强烈的杀气 魔女实在搞不懂难道是自己说错话了 而钟天顺却再次询问 你说你杀了谁来着 没想到就算是魔族之女也依然逃不过钟天顺八光衣服的下场 就在钟天顺得知珍妮被魔女所杀后 心中的杀气不断攀升 魔女被这股杀气所吓到 身体不自觉地往后退 魔女很是搞不懂为何提到珍妮 她会冒出如此强烈的杀气 难道说她们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之前见到那女的身上被皮鞭捆住 应该就是男女关系的证据 不过转念一想 我就算杀了她女人又如何 我绝对不能被她气势所吓到 振作精神的魔女再次站了起来 魔神交代她的任务还没完成 我不能倒下 随之魔女手指天空 她将所有能量汇聚于此 这将是她最强的一击 随着魔女将能量不断往空中输送 没想到竟然召唤出一堆陨石向钟天顺飞来 虽然这陨石无比巨大 但是钟天顺丝毫不慌 直接派出游龙出击 游龙张开大紫 竟直接将整个陨石直接吞进肚子 一时间游龙就像一个胖蹲被撑得无法动态 钟天顺也是无语 区区五阶魔兽就敢取我的幸运 魔女见词已经害怕得浑身发抖 她输得非常的彻底 修仙者的力量竟然如此的强 难道当初大祭司预言魔神会败于修仙者之手是真的 不过魔女在心中马上就否认了这个想法 不会的 没有人能战胜完整体的魔神大人 就在此时钟天顺走上前表示 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魔女还以为对方要询问魔神的事情 心中已经做好顽抗到底的准备 殊不知钟天顺却拿出那张珍妮的欠条 你把珍妮杀了 这张纸就作废 你赔得起吗 魔女见此一脸猛逼 我赔不起 听到此答案的钟天顺也是一脸失望 随即拿出千秋镜将她身上所有的装备和衣物全部回收 也只能靠这点装备挽回点损失了 被扒光衣服的魔女瞬间就发出惊恐般的表情 你这个变态 我输了你要杀药把随你点 可你为什么要脱我的衣服 实在是太卑鄙了 难道你想得到我的肉体吗 我告诉你我的心枣已属于魔神大人 你敢乱来 我就死给你看 钟天顺听闻更是十分无语 你想多了 不管你是男是女 只要是魔族我就会赶尽杀绝 随之一颗雷球出现在魔女的旁边 钟天顺口中念叨 五雷阵法 斩煞雷 一股强大的雷电之力轰然落下 魔女在这一击的攻击直接化为了粉末 只留下一颗五阶魔兽的魔盒 钟天顺直接让游龙去把他吃了 待一切解决完后 钟天顺回到了小狐狸这 没想到小狐狸此刻已经因为伤势过重晕倒过去 钟天顺能不能救火小狐狸请等待下集解说 也可直接前往某漫查看后续剧情 心中一直暗恋钟天顺的小狐狸 最终抵不住诱惑吻上了钟天顺 在此之前小狐狸被魔女打得昏迷不醒 钟天顺见重伤昏迷不醒的小狐狸心中也很是焦急 毕竟钟天顺还得靠小狐狸寻找玄天宗的法器 情急之下钟天顺不停地拍打小狐狸的脸蛋 就在小狐狸脸蛋都被打红了后 立马拦住了钟天顺 你再打下去 我可就真死了 钟天顺见状也是一脸开心 随即就抱起小狐狸 口里喊着就要带小狐狸去看大夫 小狐狸被钟天顺抱得害羞不已 不用找大夫 只要有你的灵气滋养 我就能恢复 钟天顺也没想到这么重的伤势只靠吸收灵气就能恢复 不过小狐狸也表示必须要找一个温泉才能提高我吸收灵气的效果 就像我们刚见面那样 钟天顺也是一脸猛逼 意思就是只要一起泡个澡就能好 夜晚 钟天顺虽然没有找到温泉 但是却找到一片小池子 不仅如此 钟天顺还拖了个精光 按小狐狸的说法就是拖光了才能更好的释放灵气 钟天顺很是不爽 这不公平 为什么你不拖 听到此话的小狐狸突然害羞地转过头去 我只是吸收灵气而已 没必要脱衣服 你现在可以释放灵气了 钟天顺也懒得再说 直接释放全身灵气 而这股强大的灵气一下把小狐狸整个心中打惊 没想到钟天顺随便一发力就有如此巨量的灵气 难怪他可以碾压那个魔女 但是这股灵气实在让小狐狸无比陶醉 小狐狸看着钟天顺感受着这只刚制阳的灵气 脸上越发的羞涩 小狐狸再也忍不住直接扑到钟天顺身上深深地吻了起来 两人就这样一直相拥到池底 直到过了许久 小狐狸这才吸垢灵气满血复活地从水里站了起来 而差点被小狐狸吻枪水的钟天顺这才缓过神来 你是想玩死我吗 小狐狸顿时害羞地表示 你的灵气实在太诱人了 我一时擒难自己 时间来到第二天 此时钟天顺带着小狐狸骑着游龙正在天上赶路 毕竟吃了五斤磨合的游龙也不能白吃 而让钟天顺感到疑惑的是 小狐狸为何今天如此亲密 一直紧紧地抱着钟天顺 只见小狐狸撒娇地说道 这里太高了吗 我害怕 就在此时 小狐狸突然感知到法宝的气息 而且这股气息跟钟天顺的气息很像 或许这就是你要找的玄天宗灵宝 而此时的地下有两人正在不停地追杀精灵族公主欧若拉 两人虽然跟欧若拉无冤无仇 但是他们看重此女子是精灵族的 只要抓到卖到黑市去 肯定能卖出天价 听到此话的欧若拉突然停下脚步 两人还以为女子已经放弃抵抗了 舒克之欧若拉却释放出强大的能量 你们想帮我试吧 我不会让你们得逞吧 没想到刚解决完魔女的事情 钟天顺又看上了精灵族的妹子 此时的欧若拉见两人是来绑架她的 她也懒得再装了 直接释放月神闪蝶飞向两人 虽然蝴蝶众多但是并没有造成伤害 下一秒欧若拉念叨 月神之诅咒 衰弱 刚念完的一瞬间 两人瞬间变成古兽如柴的老头子 一时间两人颤抖地跪在地上 完全无法接受事实 欧若拉呵斥道 一切都是你们咎由自取 想打精灵族的主意 你们还差得远呢 怎奈花音刚落 欧若拉的背后又来了两人 两人正是狂野盗贼团的级念力者 看来这个魔法也就只是个简易魔法 没什么大不了的 小妹妹 我有个提议 你带我们去精灵族 我保你不死 听到此话的欧若拉更是气败 小看精灵族的魔法可是要付出代价的 欧若拉再次释放蝴蝶向两人飞去 可是这次两人显得尤为的淡定 只见红发女子瞬间释放多个小龙卷风 将所有的蝴蝶全部卷入龙卷风当中 再厉害的魔法碰不到就什么都不是 红发女子控制小龙卷风慢慢向女子袭来 欧若拉也没想到自己刚出精灵族 就遇到如此强力的对手 心想 难道我必须要用那招了吗 就在欧若拉的危难之际 一生巨响从天而降 什么东西掉下来了吗 而落地之人正是钟天顺和小狐狸 小狐狸察觉到法器的气息就在这里 而且这气息就来源于这个精灵族女子身上 钟天顺好奇地凑近一看 这妹子身上也没几块补 你能把法器藏哪呢 随着钟天顺目光在欧若拉的身上不停搜索 惹得欧若拉一阵害羞 而被无视的狂野盗贼团两人更是无比的气氛 没想到她的龙卷风被震散了 而且还被彻底的无视了 见此男子更是拿出自己的二十米大杆刀 女子再次释放出龙卷风 必须给她点颜色看看 让她知道什么叫做天高地厚 两人合力起身一跃直接袭击到钟天顺的背后 怎奈钟天顺突然一转身 大声呵斥道 你们两个逼逼的没完了是吧 就在两人接近的一瞬间 无数的大嘴巴子向他们飞来 两人在猛逼中被打得脑袋嗡嗡作响 看这画风我不得不怀疑这作者是不是有副业 其内容实在太过刺激 上集说到钟天顺直接几个大嘴巴子将两人打得360度空中旋转 两人在空中陷入了无限猛逼中 没想到两人堂堂那级念力者就这样被两个大嘴巴子打死了 而这等场景被欧若拉看着目瞪口袋 没想到对自己有极大威胁的两人就这样没了 而小狐狸却提醒道 最重要的环节还没开始呢 只见钟天顺举手召唤千秋镜 刹那间那两人的衣物全部被吸入空间 欧若拉顿时脸色一红 最重要的环节就是脱别人衣服吗 下一个就轮到我了吧 只见钟天顺眼冒金光 这可把欧若拉吓得突然一惊 连忙大声喊道 你不要乱玩 你别脱我衣服 求求你放过我 这下倒是把钟天顺给整不会了 我没打算脱你衣服呀 经过一阵解释 欧若拉这才知道 原来钟天顺他们并不是来节色的 而是因为感受到他身上有一股法器的气息 这才寻了过来 不过欧若拉也很疑惑 因为自己身上并没有什么法器 不过欧若拉还是提到 他们精灵族会经常喝一种神奇的泉水 这种泉水可以说是他们的生命之手 而且听长老们说 正是因为这个泉水才孕育了我们 而且喝下泉水不仅可以驱斑抗中 让肌肤变得美白滋润 还会让人心如止水 凶似波涛 我们精灵族一旦到了和世的年龄 就会去泉水中沐浴 而凡是沐浴之人都会淡下新的精力 因此泉水也成了我们的圣物 听到欧若拉的解释 小狐狸觉得这个法器肯定跟泉水有关了 而中天顺响的却是这个泉水 要是拿出来卖应该很值钱吧 此时欧若拉却表示 其实我这次出来就是为了生命之泉 因为前几个月有一群魔兽占领了泉水 这些名为触手怪 他们的攻击方式很是下流 一旦被他们抓到 我们就会变得浑身无力 对于我们精灵族来说 简直就是克星般的存在 而我这次就是出来搬救兵的 你们二位实力深不可测 不知是否愿意随我去拯救精灵族 还不等小狐狸说话 中天顺就义正言辞地表示 救 必须得救 小狐狸还以为中天顺同样察觉到泉水与法器有关 殊不知中天顺只是看中那泉水的商业价值 过了一阵 几人来到一处阴森的树林中 穿过去就能到达精灵族 不过欧若拉总是有意无意地看着中天顺 小狐狸发现了端倪欧若拉这才说了出来 我没别的意思 只是我们精灵族全族都是女人 我也从来没有近距离接触过男人 所以多看了几眼 而且我们精灵族都没见过男人 到时候中天顺进去后必定会引起轰动 是不是要乔装打扮下 中天顺幻想了下他男扮女装的模样 转头就打消了这个想法 我可是来帮你的 没必要搞得这么偷偷摸摸 我就这样 你们精灵族喜欢看就看个够吧 随着几人穿过树林 可以看到眼前赫然出现一大片环境优美的精灵族领地 而中天顺等人的出现顿时就让精灵们有所察觉 中天顺会不会被女人给包围呢 我们拭目以待 这漫画看得我简直浴火焚身 没想到刚见面的精灵王女 见到中天顺的一瞬间就立马拉到房间 想让中天顺给她卸卸火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才让女王如此直接 就在中天顺给等人走进精灵族时 精灵们就围了上来 经过介绍才知道他们是救命恩人 也是我请回来的救兵 不过精灵们马上就发现了中天顺的不一样 为什么她的胸是平斗 是营养不良吗 中天顺也是无所畏惧地表示自己是男人 自然是胸平王 此话一出精灵们瞬间脸色一红 没想到男人长这样 而且下一秒听到有男人后 所有的精灵族人都围了上来 欧若拉心想果然还是引起骚乱了 所有精灵都像看动物一样看着中天顺 他们不仅觉得中天顺帅气 而见到男人就会心跳加速 这一幕惹得中天顺都一脸猛逼了 没想到自己还是草率了 这阵仗的确非同反响 此时游龙却突然现身 一脸兴奋地看着精灵族的妹子们 没想到顺顺你这么够意思 带我来这么好的地方 这种人间仙境必须要大饱眼福 游龙直接化为一个爱心头 引得众精灵不由地发出感叹 游龙热情地邀请精灵们坐在自己身上 可以带你们去兜风 这可把精灵们看得一愣一愣 没想到的男人的神奇之处这么多 钟天顺却是脸色阴沉地想宰掉游龙 就在此时 一位身材高挑身穿长腿丝袜的女人走了过来 欧若拉见此立马道歉 不好意思姐姐 没经过允许就带了男人回来 而欧若拉的姐姐正是精灵族的王女 王女看着钟天顺等人说到五千年来 都没有男人踏足精灵的领地 想不到祖上的禁忌就这么被打破了 让人没想到的是 王女看着钟天顺竟然口水直流 并表示他们竟然是来帮助我们的 那我也不好说什么 而这一幕也让钟天顺觉得这王女感觉不太正经 刚才竟然对我流口水了 随即王女就安排欧若拉带着众人参观精灵族 而我就和这个男人商量一下生命之权的事情 就这样钟天顺跟着王女走了上去 小狐狸看着王女如此风骚 总感觉对方要对钟天顺图谋不轨 而刚进入房间的钟天顺就问道 商量战术没必要吧 直接带我去就行了 而王女却让钟天顺稍安勿躁 这是还得从长计议 只见王女再次羞涩地流着口水 一时间钟天顺也是猛逼了 只见王女放下东西兴奋地说道 刚才人太多害我忍了好久 现在只剩我们两个了 钟天顺还以为王女终于要说生命之权的事情了 怎奈王女羞涩地走上前去 在此之前我还有个更紧急的事情 其实我现在火气很大 你帮我谢谢伙吧 谁能想到堂堂精灵族的王女不仅十分寂寞难耐 而且还有着特殊的癖好 此时性感的王女正不停地表达对钟天顺的爱意 虽然才刚见面不久 但是见到钟天顺的那一刻 王女就彻底被她给迷住了 搞得王女的心跳不停地加速 此时已经迫不及待的王女再次流着口水扑了上来 但是就算是如此主动的性感王女摆在钟天顺面前 钟天顺却是无动于衷 这一点让王女感到疑惑 不过转念一想 难道你喜欢被动的 想到这的王女直接一把扯开了钟天顺的衣服 精炼的肌肉线条宛如一个艺术品一般呈现在了王女面前 一时间王女的心再次被钟天顺给征服 整个精灵族也只有我可以欣赏到 实在忍不住的王女直接一口亲了上去 但是下一秒钟天顺却停止了她的行为 在钟天顺看来王女虽然很糟 但是自己却是正经人 这一招对我没用 随手钟天顺就将其打到了床上 而这一打不要紧 打了却越发地让王女兴奋起来 随即就表示 你刚才打的那一掌好舒服 我还想要 我好喜欢 用尽你的权力打我吧 钟天顺很是无语 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奇怪的要求 心想你可是真变态啊 而王女却表示 我也是第一次体会这种感觉 我身为精灵族王女 却一辈子只能待在这小村子里守着生命之权 根本就没有男欢女爱的权利 正是因为生命之权的原因 我的一生就这样被锁死了 我也出去看看外面的花花世界 可是身为王女又不得不扛起守护族人的众人 钟天顺听完的确感觉到可怜 王女见此催促道 觉得我可怜就快来打我吧 现在只有你能安慰我了 钟天顺本想着一口拒绝时 突然看到王女拿出一颗价值不菲的黄玉 这才让钟天顺两眼放光 王女笑道 只要你乖乖听话 这颗就是你的了 现在可以动手了吧 面对金钱的诱惑 钟天顺完全抵挡不住 直接开启赛亚人模式进行权力冲刺 一时间整个房间被灵气包裹 而另一边的游龙此刻还在不停地变着戏法一样 逗女孩子开心 一下变成恶魔女仆 一下又变成五街魔兽 为的就是想跟精灵妹子们一起去冲个凉 但是妹子们却都只对钟天顺感兴趣 小狐狸在一旁看着游龙 这家伙还真是不要脸呢 而反观钟天顺 他去王女的房间商谈 现在却充斥着大量的灵气 隐隐约约听到啪啪的声音 也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难道是王女对钟天顺进行测试开始动手了吗 但是在那狭小的房间内 会进行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战斗呢 敢对钟天顺动手 估计那王女此刻已经后悔莫及了吧 如果是你看见如此一幕 你会如何想如飞飞 此时被打的裤衩都不剩的狂野盗贼团 跑回营地向老大告状 领头的小弟更是顶着一脸的包大声呵斥道 团长兄弟们实在是太憋屈了 那混蛋手段极其残忍 完全没把团长你放在眼里 恳请团长出马维护我们的尊严 而躺在树上头上顶着一根巨棒的奥克斯 却是严肃地表示 你们被揍成这个调样 哪里还跟狂野沾半点点 此话红发却是可怜巴巴地说道 老大这也不怪我们 对方实在太卑鄙了 不仅打了我们耳光 还抢了我们的装备 连我身上最爱的豹纹锦身衣也被他扒了下来 人家的身子都被他看光了 他就是个色魔家大变态 他若不死我就没脸见人了 听到此话的奥克斯猛然坐起来 脸色变得无比的阴沉 吉娜可是我们团的一枝花 连我这个团长都没看到过他的身体 竟然让外人看了 此时的吉娜接着说道 那个淫贼还跟精灵族的人混在一起 他现在应该被带到了精灵村 而奥克斯听到此话心中既愤怒又嫉妒 他竟然去精灵族了 那可是我梦寐以求的猎物 怒气直飙升的团长直接跳下树 大声呵斥道 小的们 超家伙 跟我去为民除害 此时的精灵村内 欧若拉急匆匆地跑到王女的房间 一把拉开房门慌张地喊道 姐姐大事不好啊 有大批入侵者 盗贼团的人顺着我的踪迹摸到树林里来了 很快就到村子 而说完的那一刻 欧若拉才清楚地看到中天顺 在对王女乐福做着不轨之事 欧若拉顿时脸色一红 中天顺见此也是有所尴尬 欧若拉懂事的准备就要关门时 乐福立马叫住欧若拉 欧若拉你别误会 我只是在测试这个男人的实力如何 只是单纯的学术交流 而此刻的森林内 奥克斯已经带着小弟们摸进了森林 口中还呼喊道 要为吉娜报仇 而且还提醒小弟们 不要为精灵族的美色所吸引 就在此时奥克斯马上就遇到了三个精灵族 精灵们看到来此竟然是男人 但是又没有像中天顺那种有心动的感觉 而且他头上顶着的巨膀 感觉好难看 奥克斯打量着这性感黑丝的精灵 心中的欲望完全被释放了 满眼都是大长腿的精灵们 口中喃喃道 精灵族果然名不虚传啊 奥克斯强忍鼻血 立马招呼小弟们将这些精灵全部绑回去 我要亲自对他们严行拷问 而吉娜却是一脸猛逼 怎么跟说好的不一样 团长不是来为我报仇的吗 而小弟们更是满眼兴奋地冲向精灵 突然此时另一处传来乐福的声音 你们这些肮脏的东西 也敢打精灵的主意 随着一套名为月之勇的技能打出 打前阵的几个小弟当场就直接被秒杀 乐福一脸秒视地说道 一群臭鱼烂虾自寻死路 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如果将这个身材火爆 穿着性感黑丝并带有重度 男倾向的精灵王女给你当女朋友 你能不能满足他 此时的乐福面对袭击精灵村的男人严厉呵斥道 你们这些臭虫若是现在回头 我还可以考虑留你们一条命 但就算是如此严厉的呵斥 对面作为盗贼团的团长 却被乐福迷得心跳加速 心中甚至觉得乐福骂起人来都是如此的迷人 这完全就是我心中完美的精灵形象 和我之前看到的那本禁书上面的 霸道精灵一幕一样 而此时钟天顺等人也来到了现场 这是找了救兵来找我寻仇吗 乐福见到钟天顺的一瞬间顿时脸上一醒 而在钟天顺看来这群人就是来送装备的 此时盗贼团的几人立马向团长告状 就是他扒了我身上的豹纹锦身衣还有光灵巨剑 团长摩拳擦掌的表示 就是你小子抢先做了我想做的事 这口气老子可咽不下去 看我如何将你轰成灰烬 下一秒团长抬手就向钟天顺打去 可是还没等接近就被乐福的大长腿一脚踢飞了 滚开呀臭虫 这个男人也是你能碰的吗 此时的团长硬生生退了好几度 他没想到精灵族也有S级念力者 而钟天顺也感到疑惑 你这是干嘛 那家伙是来找我吗 而且这家伙发量很多我想把他屁下来 乐福霸气的说道 你可是我看上的男人 我怎么能让别人对你出手 而且你身上内部神奇的力量不能用来对付他们 应该用在更有价值的地方 比如说打我的时候 说到这话的乐福顿时又流起了口水 这可把钟天顺等人弄得顿时无比尴尬 乐福可是真变态呀 而这一幕直接把团长弄实话 他没想到自己在乐福面前完全不为所动 竟然看上钟天顺这个淫魔 乐福转脸就对所有人说道 这里有钟天顺一个男人就够了 精灵村的战士们跟我一起上 在精灵王女的号召下 所有的精灵战士们一拥而上 团长此时也不甘示弱 竟然你们如此绝情 那老子也不留情面了 随即招呼小弟将这些精灵全部绑回去 众小弟响应团长的号召集体迎战 一时间整个场面陷入乱战中 双方都打得有来有回 此时乐福说道 都是因为你这个臭虫打断了我的好事 明明就要进行到最关键的一步了 这话把团长听得一脸猛逼 而乐福却是越想越起 都怪你坏了我的兴致 你犯下的罪不可饶恕 团长急忙解释 你一定是没见过其他男人 所以才被蛊惑 我可比他强多了 就因为迟来一步待遇就差这么多吗 乐福严厉地表示 就你也配合他相提并论 必须尽快解决你这个臭虫 然后去和中天顺再续前缘 只见乐福手中不停地汇聚能量 下一秒一股强大的月光闪 直接向团长打去 团长无法理解 乐福把他当成什么人了 我可是盗贼团的团长 面对乐福的攻击团长硬生生地徒手接住 虽然被击退好几米 但是团长毫不示弱地表示 你我同为S级念力者 谁解决谁还说不定呢 而乐福并不以为然 难难道 盲目自信可不是一件好事 如果这个黑丝性胆的精灵王女 给你做女朋友 你能不能征服他 在此之前被打推的盗贼团长 已经不打算留守 让你见识下午的狂野拳法吧 随着团长用力一多 地面突然升起一块长长的石头 团长汇聚能量一拳直接打去 无数的碎石仿佛如利刃般飞了过来 不过在乐福看来 这只是雕虫小鸡而已 乐福身后的月光法阵 瞬间射出无数光线 将其所有飞石全部打成粉末 就在这一刻团长骑马往乐福跑去 因为他知道所有魔法师都有一个缺点 那就是近身 刚才的碎石只是障眼法 只要我突破到你身前 魔法师就会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随着团长来到面前 举起拳头一招 野猪正拳直接打在乐福的肚子上 乐福看上去像是被打透显了 但是下一秒乐福像是没事人一样笑道 骗你的 说完后乐福直接变成一个替身草莓 就在团长一脸猛逼之时 乐福直接从空中起身一跃 拿起法杖大声呵斥道 很遗憾 我试了例外 随着乐福拿起法杖直接直接施展圣光月龙 一个强烈的光球直接落在团长身上 团长完全扛不住伤害 瞬间被打的蹊跷流血 随着团长的倒下 乐福难难道 虽然你我同为S级 但是也有强弱之分 你只不过刚刚触及S级的门槛 而我早就已经是S级的巅峰实力 就你还差得远呢 下一秒乐福大声呵斥道 臭虫盗贼们给我听着 你们的团长已经被我打败了 给你们五秒时间从我眼前消失 本王没时间浪费在你们这些臭虫身上 要是耽误了我跟中天顺的重要会谈 你们一个都活不了 盗贼团的成员们见团长确实已经败露 一时间所有人四处逃窜 团长都输了 还打个屁 乐福见对方已经离去 随即对欧若拉说道 我们的精灵族人也有一些受伤了 请你用闪蝶为他们治疗吧 欧若拉毫不犹豫地施展了月神闪蝶 所有的蝴蝶仿佛是在抚摸对方的身体一般 一股源源不断地暖流在体内流淌 这种感觉让精灵们都感觉到无比的神奇 乐福见一切处理妥当 随即就转头对中天顺说道 中天顺我们回房继续吧 怎奈乐福转头却没有见到中天顺的影子 乐福瞬间就慌了 男人 我的男人哪去了 不得不说这个作者话的实在是 十分的有经验 总是能让女人在被攻击的时候还能如此的享受 就在刚刚打了败仗的盗贼团搀扶着走出了森林 团长怎么都没想到精灵族中竟然有S级的巅峰强者 这实在是太不走运了 而旁边的小弟却安慰道 团长这一次的失败不算什么 至少我们摸清了去精灵村的路线 我们营地新抢来的一批奴隶还没出手呢 等我们回去将他们都卖了 再去黑市上招募一些S级以上的大手 我们完全可以卷土重来啊 下一次肯定能一举拿下精灵村 让他们俯首称臣 就在几人还在不停的幻想时 中天顺却拦住了众人的去路 口中难难道 盗贼就是盗贼 果然是狗改不了吃事 精灵王女都放了你们一马 你们却还敢打精灵的主意 而且你们是跟着我的踪迹才找到精灵村的吧 你们本就是找我寻仇的 那我就不能坐视不留了 看到中天顺的那一刻 团长的怒气却忽然飙升 在我面前你还敢这么嚣张 我打不过精灵王女还打不过你吗 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的 随着团长举起拳头就要打去 怎样对方的速度实在是太慢 中天顺直接上去就是一个大嘴巴子 而这一击直接打得团长头发咋地 团长随即一个后空翻拉开距离 是我大意了 看来对付你我也得拿出真本事才行 其实心中确实在怀疑自己 难道是因为伤得太重了 刚才他出招的时候根本没有看清 看来接下来要全力以赴了 随着团长直接爆发自己最强的力量 下一秒就准备施展狂野猛虎野牛爆肝拳法 但是团长的拳头还没挥出 就被中天顺一剑砍中 你这技能前摇太长了 团长到死那一刻都没搞清楚 自己怎么会就这么死了 随着团长的倒下 中天顺不打算放过所有人 你们这些杂鱼一起上吧 中天顺直接扔出零剑 将一条长边绑在零剑之上 随着零剑在人群中不停地飞舞 所有的杂鱼在一瞬间 就被中天顺全部斩杀殆尽 中天顺接过零剑向小狐狸说道 我们去大本营 把那些奴隶解放掉 顺便把他们的赃款放我兜里进化一下 而此时的另一边 与盗贼团走散的红发女子 却在森林中迷落 就在女子不知所措之时 一群触手从背后直接抓住了女子 紫色触手不停地缠绕在女子的身体上 并来回得探索 女子越是反抗触手就勒得越紧 心中更是吐槽道 为什么我总是能遇到一些下流的敌人 这也太羞耻了吧 此时触手怪却笑道 你看起来养分很足呢 不得不说这个作者话的实在是 十分的有经验 总是能让女人在被攻击的时候 还能如此的享受 就在刚刚打了败仗的盗贼团 搀扶着走出了森林 团长怎么都没想到 精灵族中竟然有S级的巅峰强者 这实在是太不走运了 而旁边的小弟却安慰道 团长这一次的失败不算什么 至少我们摸清了去精灵村的路线 我们营地新抢来的一批奴隶还没出手呢 等我们回去将他们都卖了 再去黑市上招募一些S级以上的打手 我们完全可以卷土重来啊 下一次肯定能一举拿下精灵村 让他们俯首称臣 就在几人还在不停的幻想时 中天顺却拦住了众人的去路 口中喃喃道 盗贼就是盗贼 果然是狗改不了吃事 精灵王女都放了你们一马 你们却还敢打精灵的主意 而且你们是跟着我的踪迹才找到精灵村的吧 你们本就是找我寻仇的 那我就不能坐视不留了 看到中天顺的那一刻 团长的怒气却忽然飙升 在我面前你还敢这么嚣张 我打不过精灵王女还打不过你吗 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的 随着团长举起拳头就要打去 怎样对方的速度实在是太慢 中天顺直接上去就是一个大嘴巴子 而这一击直接打得团长头发咋地 团长随即一个后空翻拉开距离 是我大意了 看来对付你我也得拿出真本事才行 其实心中确实在怀疑自己 难道是因为伤得太重了 刚才他出招的时候根本没有看清 看来接下来要全力以赴了 随着团长直接爆发自己最强的力量 下一秒就准备施展狂野猛虎野牛爆肝拳法 但是团长的拳头还没挥出 就被中天顺一剑砍中 你这技能前摇太长了 团长到死那一刻都没搞清楚 自己怎么会就这么死了 随着团长的倒下 中天顺不打算放过所有人 你们这些杂鱼一起上吧 中天顺直接扔出零件 将一条长边绑在零件之上 随着零件在人群中不停地飞舞 所有的杂鱼在一瞬间 就被中天顺全部斩杀殆尽 中天顺接过零件向小狐狸说道 我们去大本营 把那些奴隶解放掉 顺便把他们的赃款放我兜里净化一下 而此时的另一边 与盗贼团走散的红发女子 却在森林中迷落 就在女子不知所措之时 一群触手从背后直接抓住了女子 紫色触手不停地缠绕在女子的身体上 并来回得探索 女子越是反抗触手就勒得越紧 心中更是吐槽道 为什么我总是能遇到一些下流的敌人 这也太羞耻了吧 此时触手怪却笑道 你看起来养分很足呢 精灵女战士为了营救精灵王女的心上人中天顺 全面出击进攻触手怪 怎奈在天敌面前 所有的精灵族战士们 都被触手怪的触手牢牢粘住无法动的 就在触手怪们开心笑道 你们再怎么挣扎也是没用的 这里已经是触手怪的地盘了 要不了多久你们的村子也会被我们霸占 到时候你们全族都会成为我们的养分 成为我们触手族的一部分 不仅如此触手怪们都已经开始幻想吃掉精灵后的样子 就在此时精灵王女一脚直接踩碎了一只触手怪 顿时把其他触手怪弄得顿时一惊 而全身包裹着强大能量的精灵王女乐福很是生气 之前霸占生命之权的旧账我们还没算清 现在又盯上我们的村子是吗 两个触手怪见此连忙道歉 但是乐福并不接手 下一秒一道闪电直接劈向触手怪了 一击之下所有触手怪当场秘密 被解救的欧若拉很是自责 抱歉 姐姐 是我们破后土吗 在姐姐心里最惦记中天顺的时候 我们却成了雷坠 乐福却笑了 说什么傻话 你们怎么会是雷坠 我可是精灵王女 保护你们天经地义 是我王女的第一责任 而心中却是觉得还是中天顺重要一点 虽然感觉很奇怪 但是就像是命中注定一般 就在此时一个大型触手怪出现 红发触手难难道 难怪这么多孩子突然之间被干掉了 原来是精灵王女亲自出马了 你刚才的表情很是即可的 是发情了吗 而乐福看到吞噬了盗贼团女子的触手怪 瞬间明白过来 原来刚刚的能量一动就是你搞出来的 我还以为是你跟中天顺打起来了 真是浪费感情 乐福霸气地漂浮在空中说道 我奉劝你 跟本王说话是要注意措辞的 我生起气来 可是会把你轰成八爪鱼的 随着一道法阵成形 一股巨大的能量波直接向着触手怪打去 触手怪顿时猛逼了 一上来就开大招吗 触手怪紧急进入全包裹防御姿态 正面硬抗住了乐福的能量波 只见被包裹得像包子一样的触手怪 只是被打掉了表面的一层肉 但好在触手怪的自愈能力非常强 触手怪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的话竟然让王女这么生气 看样子这是真发情了 乐福一脸不屑地看着 低等生物 你懂什么是情爱 触手怪却表示 弱者才需要情爱 我们触手族不需要 我只要知道你们的弱点就行了 只见触手怪他突然施展酸性喷射 从口中吐出大片的绿色液体在乐福的身上 乐福对于这种恶心的攻击很是生气 口中喃喃道 这就是你的绝招吗 见过男人的王女竟然变得如此胆大 丝毫不遮掩对钟天顺的爱意 就在不久前巨型触手怪释放神秘的绿色液体 弄得女王全身黏糊糊的 触手怪喃喃道 小看我的招式可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可不是普通的黏液 而是我为了对付你们精灵族而特意研究出的招数 它能融化你们的衣服 果然如触手怪所料 王女身上的黑丝都在慢慢的破裂开来 触手怪的招式果然够下流的 本以为王女乐福会因此变得无比羞涩 但是下一秒乐福却是想到自己现在这副羞耻的模样 却没能让钟天顺看到 实在是太可惜了 触手怪见乐福已经羞耻到面红耳式 还以为自己已经得逞了 阴险的笑道 用不了多久你的衣服就会被全部溶解 大家都是女人 没有哪个女人能够不知廉耻到赤身裸体的战斗吧 你们精灵族根本就毫无 胜算 就让我再帮你们加把劲吧 随着触手怪开始疯狂的吐出神秘绿色液体 所有的精灵族战士都被黏上了这股液体 精灵们感觉到这黏糊糊的东西太多了 衣服也开始慢慢被侵蚀 衣服都要没有了 身体也开始颤抖了 被这种东西限制以后 还怎么战斗啊 触手怪瞅了瞅 我只不过是小事牛刀而已 你们就已经顶不住了呀 那我就不浪费时间了 今天就让精灵族的存在成为传说吧 随之触手怪开始分裂出无数个触手向精灵们打去 精灵们一时都不知道该如何抵挡了 就在此世王女乐福从天而降 一记圣光月轮武将其所有触手斩断 欧若拉见此更是一脸崇拜 真不愧是姐姐 这就是精灵王女的风采呀 触手怪顿时一惊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他还能肆无忌惮的战斗啊 根据我搜集的情报和之前与精灵族交手的经验来看 他们都是一群天真懵懂且极度羞涩的种族 我这一套极具针对性的攻势他不可能顶得住啊 之前与他交手时还不是 这样呢 这段时间他究竟经历了什么 乐福难难道 怎么 你似乎十分惊讶呀 你这种卑鄙无耻的招数以前确实能对我有些威胁 自从和钟天顺进行过深入的学术交流以后 我就彻底升华了 你这种小场面已经限制不了我了 被触手缠绕住身体也好 衣服被粘液腐蚀也好 都不及钟天顺的手掌一次次拍在我的身上令人痛快啊 那种至阳至刚的打击感才能让人由衷的感到羞涩 那是我此生最美妙的体验 触手怪顿时脸色一红 大声呵斥道 你这样也算是代表纯洁的精灵吗 你简直就是精灵之耻啊 下一秒触手怪直接将手伸出地 无数的巨型触手从地下伸出 你不是喜欢被打吗 那我就成全你 一时间所有的触手全部朝着乐福疯狂的击打 而这种攻击在乐福面前简直就是小儿科 只见无数的残肢断壁出现在空中 这种软绵绵的攻击也想和钟天顺相提动并论 你根本就不配啊 能取悦本王的人 只有顺顺一个 谁能想到钟天顺竟然要将一整个基地全部收进空间 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了 就在不久前 触手怪被王女打得一脸猛逼 口中喃喃道 离谱 实在是太离谱了 竟然真的会有如此不知廉耻的女人 究竟是什么样的男人能让精灵王女如此疯狂啊 连其他精灵族都惊讶到 钟天顺已经跟王女大人发展到那种程度了吗 真让人羡慕啊 不知道她的手打在自己身上会是什么滋味啊 王女霸气地说道 你那些下三滥的手段似乎已经对我没用了 那我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大干一场了 精灵族与你们触手族之间的恩怨 今天就让我做个了断吧 随着王女怒气冲冲地飞向触手怪 触手怪大惊失色 我好歹也是第五阶魔兽 她竟敢瞧不起我 真可恶 不过她现在气势太盛 不能跟她 硬刚 随着触手怪吐出一股黑雾 王女乐福直接朝着黑雾砍去 想跑 没那么容易 刚才那一击已经砍中她了 随着乐福快速朝着触手怪追去 大声呵斥道 你跑不掉了 而与此同时的另外一遍 钟天顺正在狂野盗贼团营地大肆搜刮 此刻正好来到营地的地牢 钟天顺定睛一看地牢内锁着一大群女人 而已经被驯化的女人就算解开了枷锁 但是却还是以为 您就是我们的新主人吗 我们会很听话的 只求主人别再打我们了 您想把我们卖到哪里都行 小狐狸很是震惊 这些奴隶究竟是经历了怎样的折磨 才会让他们变成这样的 钟天顺打算如何处理他们呢 这些奴隶应该挺值钱的 他该不会要把这些奴隶给卖了吧 让小狐狸没想到的是 钟天顺却说道 你们已经自由了 赶紧回家去吧 这可把这群奴隶搞猛逼了 我没有听懂 主人真要放我们回家 钟天顺却说道 没错 我虽然爱财 但是如此昧良心的钱我可不稀罕 你们走吧 众人立马感激涕零地说道 多谢主人 您的大恩大德我们莫齿难忘 从今天起 您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 过了一阵后 搜刮完盗贼团的所有赃款以后的 钟天顺似乎并没有满 钟天顺看了看天空 小狐狸好奇地问道 怎么了 你在看什么呢 是落下什么重要的东西了 钟天顺却表示 的确还有个最贵重的东西汪丹 这么大一片营地闲置在这儿 岂不是浪费 我们把它搬走吧 小狐狸一脸震惊 你是认真的吗 只见钟天顺一刀 直接将其整个基地一分为二 随着下一秒钟天顺 直接将千秋静打开 一时间将其整个基地收了进去 没想到精灵王女实力 竟然如此深厚 一言不合就直接释放核弹威力 就在不久前 精灵王女一直追击触手怪来到生命之拳 看着已经惨目忍睹的生命之拳 王女不由眉头一皱 竟敢把我们的生物生命之拳污染成这般模样 实在是不可饶恕 本王金大就要宰了你 触手怪从泉水中窜出 不由地笑道 宰了我 恐怕没那么容易啊 这生命之拳可以让士灵的精灵族孕育出新的生命 这神奇的功效对其他的雌性生物也同样奏效 这就是我们触手族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占领这里的原因啊 王女乐福瞬间暴怒 你这混蛋原来一早就盯上我们了呀 触手怪表示 没错 只要有了生命之拳 就能让触手族不断壮大 有朝一日我们就会成为天下第一大模组 精灵族拥有着此等宝物 却不会善加利用实在是暴体天物啊 还不如让给我们呢 乐福却是秀之以鼻 生命之拳可不是让人变成生育机器的东西 它是五千年前得以让精灵族诞生的圣物 是精灵族生命的起源 是我们的信仰 你这种肤浅又粗鄙的生物永远都不会懂的 触手怪恼羞成怒的呵斥道 我又不是精灵族 你们的信仰关我屁事 出来吧 触手族的孩子们 给我撕烂眼前这个狂妄的女人 只见无数的触手怪幼崽从水里冒出 一时间所有的触手怪都飞向乐福 面对如此的阵势 乐福并不慌张 而是将法杖往地面一插 一个金色的防御球赫然出现在面前 所有的触手攻击统统被挡在外面 不过触手怪却是孝道 防御结界 没有用的 面对如此强力且密集的攻势 你的结界根本撑不了 多久的 一旦结界破碎 你就要完了 乐福听闻却是孝道 你好像误会了 这个结界可不是用来防御你的 我说了今天要宰了你的 只见乐福双手腾空 无数的能量冲向天空 天空顿时出现出一个超大型的法阵 触手怪瞬间猛逼 那是什么 怎么会有如此巨大的魔法阵 此时现在远处的欧诺拉难难道 姐姐终于要使出那招了吗 精灵族最强的魔法 没有了我们的拖累 她终于能大展身手了呀 与此同时的钟天顺同样看到了这一动静 精灵王女不肯带我去生命之拳 却趁我不再自己先跟触手怪干起来了 这可不行啊 我们得赶紧回去 只见乐福鄙视的看着触手怪 魔法若是不够暴力 那就毫无意义 现在这里只有我一个精灵 我可以肆无忌惮的施展魔法 你完蛋了 下一秒一束强大的能量波冲向触手怪 触手怪还自信的说道 那种东西我猜不去呢 直到自己的触手在接触那道能量的时候才发现 她的防御根本抵挡不住这个攻击 一时间大惊失色地喊道 等一下 有事好商量 但是一切都晚了 随着一声剧烈的爆炸声 方圆几百米内被整个能量覆盖 各位猜猜触手怪还能存活下来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两人竟然变得如此的亲密 不久前王女乐福刚施展了大招 月神之哀伤 强大的能量使得整个地区瞬间化为灰烬 欧若拉不由地担心 月神之哀伤是精灵族破坏力最大的魔法 但她对念力的消耗量也非常大 一旦施展此招 便会让施术者进入极度虚弱的状态 姐姐这是把成败都堵在这一招上了吗 不管成功与否 姐姐现在都是最危险的时候 必须尽快赶到她身边 施展完后乐福变得无比虚弱 嘿嘿嘿 我早就说过了 这结界不是用来防御出手怪的 这场战斗 是我赢了 快要晕倒时 钟天顺突然出现拉住了乐福的手 温柔地问道 你没事吧 乐福突然感受到这个令人陶醉的触感 不会有错的 是我的男人来了 钟天顺难难道 你挺厉害的吗 竟一个人端了触手怪的巢穴 乐福顿时欣喜若狂 若不是你跟我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 我也不可能顶得触手怪的下流招式 这都多亏了你啊 这可把小狐狸看得一愣愣的 乐福也是察觉到小狐狸的眼光 这有什么问题吗 本王还挺喜欢的 而且本王现在很屈辱 得抱住顺顺好好休息一下才能好 钟天顺此时表示 你贴到我了 乐福害羞地说道 是吗 那你感觉怎么样 还不错 我一打败触手怪 你就出现了 这一定是月神对本王的恩赐啊 我若是再不好好把握住你的话 岂不是天理难容 只见下一秒乐福主动地亲上了钟天顺 小狐狸顿时一惊 这个王女什么情况 她倒不存在吗 而此时欧若拉也赶到此处 姐姐 你没事吧 我来救你了 触手怪呢 已经被打败了吗 我好像来迟了一步吗 我这算是自作多情吗 就在两人亲热之时 生命之拳中突然发生一变 一个巨大无比的触手怪喊道 可恶的精灵族 未免庆祝得太早了吧 你们还没赢吗 第六阶魔兽你太触手怪母体出现 刚刚那招应该已经让你精疲力尽了吧 现在该轮到我表演了 钟天顺等人能顺利解决触手怪吗 没想到这个触手怪如此的坚挺 精灵王女释放了最强的一招都没有将其消灭 反倒还让其进阶成六阶魔兽 口中喃喃道 精灵族的蝼蚁们 你们完了 欧诺拉和小狐狸顿时惊呆了 六阶魔兽 这才是触手族真正的老大吗 好强大的魔器 这只魔兽非同小可呀 而此时乐福还正在与钟天顺亲热 没想到触手怪的出现打断了他们 乐福不爽地说道 真讨厌 怎么总有人来打扰我的好事 本王还没有满足吗 这个责任 你负担得起吗 就在乐福再次准备出手时 钟天顺却拦住了乐福 你已经累了这家伙交给我 这一下可把乐福感动得心发怒放 好有男子气概 顺顺他为我出头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告白吧 实在是太猛妙了 顺顺他已经彻底爱上我了 钟天顺一脸猛逼地看着正在发抖的乐福 心中难难道 他好像挠不出了奇怪的东西 此时的触手怪无语报 我可是堂堂六阶魔兽 是触手族的母体 你们在我面前打情骂俏我也就忍了 现在居然还敢跟我挑对手 你们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啊 只见此时三只巨型触手向着钟天顺打去 怎奈钟天顺只是站在原地释放容器 攻击钟天顺的三只触手瞬间停在空中 触手上瞬间出现无数的裂弹 下一秒触手就被切成钉一样散落一地 钟天顺难难道 不把你放在眼里又如何 你打我呀 被消去三个触手的触手怪痛苦的惨叫着 我的指头啊 欧若拉此时无比震惊 钟天顺刚刚做了什么 完全看不清楚 实在是太惊人了 这一幕让本就无比花痴的乐福更加激动 真不愧是本王看上的男人果然 出类拔萃 钟天顺表示 这生命之权里有我想要的法 你这家伙真的很碍事啊 你消失吧 只见钟天顺身后一众的星光闪起 几秒过后 无数的游龙剑急速朝着触手怪飞去 触手怪随即伸出无数触手进行抵挡 区区妖法而已我根本不拒 就在游龙剑接触触手的那一刻 触手却被轻而易举地斩断 被刺的千疮百孔的触手怪想不通 怎么会这样 为何会有如此巨大的威力 我可是万中无一的六间魔兽啊 不过没关系 我的再生能力无与伦比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 就能恢复 只见钟天顺起身一跃 这一下把触手怪吓得无法动弹 只听见钟天顺缓缓说道 魔兽必须赶尽杀绝 钟天顺又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让小狐狸和欧若拉也变得如此的羞涩 就在被打的千疮百孔的触手怪不停求饶之时 钟天顺缓缓升到空中 抬手无数能量球汇聚 随着一声连续斩煞 手中的能量球全部朝着触手怪飞去 触手怪顿时心中一喜 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是多了不起的大招呢 那么小的能量球 可杀不死我的 只要我能有一块碎肉留下 我就能活 那就触手怪庆幸幸之余 能量球却变得无比巨大 这把触手怪吓得顿时一惊 不过此刻已经为时已晚 只见变大后的能量球 直接覆盖了整个湖面 乐福站在一旁显得无比的花痴 好大 好威猛的招式 本王好喜欢 欧罗拉同样也是震惊不已的想着 实在是太厉害了 六剑魔兽简直毫无还手之力 真是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啊 钟天顺这种实力已经完全超过了想象 随着一声惨叫过后 触手怪母体直接被打得灰飞烟念了 就连被污染的泉水也重新焕发生机了 此时乐福突然想到 要是顺顺能把这么汹涌的能量 全部倾泻在我身上 那该有多爽啊 此时钟天顺缓缓来到湖面 口中喃喃道 出来吧 是时候该见见自己的主人了 只见湖面泛起涟漪 突然从底部冲出这个红色的球体 激动地表示 五千年了 我终于等到你了 我还以为我永远没有被唤醒的那一天了 让我们合二为一吧 钟天顺在吸收的那一刻 球体介绍道 这灵宝名为巨洋经破 能为携带者提供无穷无尽的洋气与精力 并且能散发出另一性无法抗拒的吸引力 这灵宝的能力非比寻常 一定要善加利用 吸收完的钟天顺感觉灵力又提升了很多 好像要突破了一样 这就是融合了元神碎片的效果吗 果然了不起 不过这个巨洋经破听起来很不正经啊 另一性无法抗拒的吸引力 真有那么厉害吗 只见钟天顺看向小狐狸 小狐狸花痴地表示 我能帮助顺顺拿到玄天宗灵宝 实在是太幸福了 我在他的身边是有价值的 顺顺他需要我 而此事旁边的欧若拉也同样羞红了脸 原来他要找的东西真的在生命之泉里 这是多么奇妙的缘分啊 我该如何报答他才好呢 钟天顺看着顿时脸色一红 连他们两个都变成那样 巨洋经破确实有点东西啊 不过精灵王你哪去了 他才是最容易被影响的人了 到底是谁给作者如此大的胆量感这样话 不过只要你敢话我就敢说 就在钟天顺与乐福进入千秋境内 小狐狸和欧若拉都变得胡思乱想 他们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而且还都是赤身裸体的状态 他们现在应该要进行到那一步了吧 而且战况似乎很激烈呢 这股动静搞得人家也蠢蠢欲动了 想当初为了吸收钟天顺的灵力 我也曾数次与他接吻 可是如此深入的接触 我也不曾有过呀 真叫人嫉妒呢 我不能坐以待毙了 得主动出击 只见小狐狸毅然决然地走进千秋境内 欧若拉看着却是一脸猛逼 只剩下我一个了吗 该怎么办 人家也很想要呀 可是我主动进去的话 也太难为情了 只见千秋境内不断传来乐福的声音 就是那里 用尽你的权利来向我进攻吧 本王承受得住 本王不会输的 欧若拉顿时脸色一红 不行 我不能再这么等下去了 我从没有过如此激动的感觉 我必须振作起来 把握住机会 我也要进去 随着欧若拉大步向里面走去 眼前的一幕顿时让欧若拉感到震惊 好大 好壮观 想不到这狭小的洞口里竟有如此广阔的空间 中天顺这个男人 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得赶快找到他们才行 中天顺为我们出了这么大的力气 必须得好好报答他 我身为精灵族的公主 必须以身作则 随着欧若拉找到中天顺气息的源头 欧若拉定睛一看 等等 这莫非就是 一时间欧若拉看见小狐狸和乐福的模样 整个人直接发抖湿的瘫倒在地 光是用看的就已经这么刺激了 我要是再加入的话 那还了得 好难办啊 此时中天顺说道 难办 那就别办了 这里本来也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我是为了救你姐姐才打开千秋井的 你回去吧 只见欧若拉一正言辞地说道 不要 我不要走 我要留下来 好好报答你 就像姐姐和小狐狸一样 中天顺顿时感到汗颜 巨羊惊魄的威力竟然恐怖如斯 以后的日子恐怕有得忙啊